好了 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今天就来开始 那么福治同道 仅限精品 今天呢 就是英国时间 2023年的 10月20日星期一 那么欢迎呢 来自五湖四海的各位老师 同道朋友大家好 我是冰封 那么这一次其实 今天来讲这个事呢 其实是针对我们10月份 伦敦公益课的一个 一个补充 就是我讲这部分的一个补充 和一些相关问题的一些说明 并不是说我们重新把它再讲 一遍 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呢 我们在YouTube已经有了这个 上一次 我们讲课的这个录像 可能有一些不是很全 不全的部分的一般来说 都是这个 现场实操的部分 不是很全 那么不要紧啊 以后有机会的话呢 我们再专门的做一些像实操的实操的工作呢 让大家呢了解我们这个灵动疗法或者是针法也好啊 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 如果不感兴趣呢 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不用折腾了啊 那当然了 所以说今天呢 也就是针对一些其中关于膝关节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补充啊 那么呢 我们就啊 我也不会全部都讲啊 所以说 但是我还是用以前的一个PPT 那么这PPT呢 我们会有一些更新啊 也更新了一些新的内容 那么呢 什么是灵动疗法呢 灵动疗法啊 就是利用这个针刺拔罐啊 推拿复诊 以及在506期指导下啊 中医药等各种 中医治疗手段 在不断的临床实践过程中 形成了一系列简便时效的综合治疗疗养方法 这个是由王嘉鹏老师给出的这么一个定义啊 那么下面呢 这是我们这个啊 灵动疗法这一次讲座所引用到的一些书籍啊 这个出处在哪里 就是这些书籍 大家感兴趣的时候呢 可以去了解一下 了解一些详细的内容 尤其要指出的就是 我们要特别啊 指出的就是 关于软组织外科学的 这鼻祖啊 中国的一个叫宣泽人啊 宣泽人先生啊 这是因为他 所以才有了我们 后来的 这个软组织外科学的一些认知 和在临床上的一些啊 实践 那么膝关节呢 其实膝关节确实是一个 很呃 全世界性质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 根据 海外的统治 还是旧的资料了 对于有这个几亿人在受影响 那我们在临床中发现了也 很多的痛症里面的这个膝关节问题呢 确实是一个 比较 常见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在75岁以上的老年人啊 老年人的比较多 年轻人可能还普遍还稍微少一点 呃 那么多数都不是单纯性的一个膝关节啊 是有伴有其他的问题啊 那么膝关节痛我们首先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痛啊 那么膝关节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可以也可以延伸到其他关节的疼痛 比如说肿关节疼痛 腕关节疼痛 到底什么在痛呢 你不搞清楚这个问题的话呢 那很难进行有针对性的一个治疗 那根据这个美国现代的医学专家就认为 肌肉是导致啊 膝关节疼痛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根据软软组织外科学的理论就认为呢 膝关节的疼痛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膝关节外 也就是膝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末梢神经 就是当膝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发生病变水肿 或者出现结节的时候 那么对于这些末梢神经进行病理性的压迫 或者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些末梢神经就将信号传递给大脑 我们于是就有了疼痛的感觉 注意这里要特别指出来的是 并不是对神经进行挤压就一定会造成疼痛 比如我们坐凳子上啊 那么臀部 臀部有大量的神经 并不是一坐下屁股就痛 对啊 除非你这个臀部的肌肉已经发生了病变 或者因为久坐而造成臀部肌肉 发生了病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神经才会传递疼痛信息到大脑 那么走路其实也是一样 那么我们全身的重量都落在了双脚 那光脚走在地上 可能呢 有各种各样的感觉 但是 只有到足底的软组织受到了损伤 比如踩到了这个锋利的石头 那对足底肌肉造成病理的影响 这个时候 我们立刻就会感到疼痛 轻度的呢 这些损伤的我们就很快就自己就修复了 对吧 那么稍微重一点的就会出现红肿 那么再重一点的就出血了 那么就需要那个治疗修复 对吧 那就想说明 什么呢 想说明两件事情 就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根据软组织外科学的看法 膝关节痛 它主要是因为软组织损伤 刺激莫少神经之后 令我们感到疼痛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中医师 那么软组织损伤是我们 可以治疗的范围 对啊 那么如果真的是神经系统发生了病变 那就不是我们的治疗范围了 那是神经科医师的事 就让他们去德国啊 找这个神经科专家 同时又是地道的中医师 酸料专家 长崎英老师 我们自己就不要接了 你说我在临床上呢 就时不时会有病人来找说 医院给我诊断 就是Nerv Damage 就是或者就是神经损伤 那你能不能治 那其他我都不用听了 马上就回复 不能 你都Nerv Damage 那么神经科专家都搞不定的事 你来找我一个中医师治 你想啥呢 对不对 他们往往对中医是啥的 完全不了解 其实他们不是来找中医 他们是来找奇迹的 就好像这个中医就跟巫术是一样 你插两根针什么病的治好 要针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这奇迹 我觉得也就卖的太贱了 几十英镑就可以买一个奇迹 哪里有 那我也想买一点 我去批发回来 有多少要多少 对吧 当然了 比如说有些腰疼的 也被诊断为这个Nerv Damage 可是我们检查后呢 就发现 它跟软组织的损伤有关 或者干脆它就跟腰就没有关系 那么是其他的问题造成的腰痛 比如说腿部的问题啊 或者胸椎的问题引起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去接 当然了 也要事先讲清楚 Nerv Damage我们是治不了的 但是可以试一试看 能不能够将你的疼痛减轻 那这样的话呢 大家都没有压力 对吧 比如说啊 我们呢 还遇到过一些一种情况 那就是面神经损伤 有一个就是面瘫的一个病人啊 那么西医呢就进行了手术 那么手术之后 虽然面瘫的情况是有所改观了 但是他告诉病人啊 你这个面部神经是损伤了 没有办法修复 以后也就这样了 但是不是你手术给损伤的呢 他就不敢承认 对吧 这个时候来找到我们 那立刻就告诉他 对不起我们治不了 你试都不用试 搞不了 对吧 手术型的造成的这个神经损伤 我们不可能搞得了 对吧 这里给大家看了这个例子呢 就是也是就是手术之后啊 面部神经受的损伤 那他主术他当然不是来治面瘫的 他面瘫 他就头痛啊 晚上呢就睡觉的眼睛合不上 他来的时候他就已经他也知道 我知道你这个面神就治不了 我就是眼睛合不上 睡觉的时候眼睛老睁着 那这确实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 那么呢我们在治的过程中 我们也讲清楚啊 我们我们就只是针对你这个头疼啊 我们来治下眼睛合不合得上呢 我们也尝试性的治疗 那么最后的治疗呢 治疗到你看这个到了这个旁边 这个效果的时候 他的右眼呢 已经基本上可以完全合拢了啊 左眼呢也改善有一半 我们左手看过去左手边这个图啊 左手边这个图两个眼睛就睁开的 这个是他闭眼睛的时候情况 那不是他睁眼睛的时候 闭的眼睛的时候 闭的他就他睡觉就这么睡的 这想说明什么 就是说我们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要搞清楚自己哪一些是可以治 哪些是不能治 对吧 好了 那么膝关节我们讲回膝关节疼痛 那么膝关节疼痛呢 再有一个原因 就是膝关节的腔内 那韧带滑膜或者是这个滑囊里面造成了损伤 那这个我们也治不了 那是外科大夫的事啊 我们跟我们这个中医师也没有关系 如果是这种情况 你就马上告诉病人 另请高明 不要耽误人家的病情 这个跟你个人技术高低完全没有关系 当然你说 我们通过中医的辩证 运气辩证 用真用药能够恢复你的自愈能力 最后呢 能够自我修复 问题是你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几个月 几年 还有你的经济成本有多高呢 成功率有多高呢 首先要问一下自己这些问题 那我本人完全就相信啊 有很多大师级的中医师 他能够一两针 或者就是一两服药 就能够将这一类的膝关节腔类的问题 啊 这里需要手术去解决的问题给治好 那我也相信 我也希望啊 他们能够出来 公益也好 收费也好 能交给我们大家这些绝技啊 节省医疗成本 因为中医扬眉吐气 别人让我们总是活在神话里 对吧 让我们实实在在的 服务人间 而啰啰嗦嗦的说了这么多 想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从我们一个小小的临床 医师的角度来讲 那就是我们在接诊的时候 首先要搞清楚 哪些病人 我们是可以治的 或者值得去尝试性的治 哪些病人我们接不了 并不是你中医水平高低的问题 是跨行跨界的问题 有些疾病的性质 他就已经决定了 与我们这个行业完全就不对口 所以呢 你要不事先搞清楚 这些问题的话 最后治疗起来没有效果 或者效果不理想 你就会将责任全部往自己身上来 然后说你看 你这个真法不行 或者说我自己技术不过关等等 那么我们一直 总是在说 我们要做民意 对吧 要做明白的医师 这里讲的民意 不单单是指你要明明白白 自己能干什么 自己在干什么 他同样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明白自己不能干什么 哪些是超出了你自己的行业 这个这个范畴的 哪些事你不能干的 你不要跨过界 这样呢 才能够做到真正的民意 千万不要把自己当神医 当然了 你要把自己当神医 那是你个人的选择 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呢 不建议 太累 神医总是很累 那么下面呢 这个是关于软组织的定义 其实我们所处理的 当我们讲的定义呢 是比较广义的一个定义 主要 我们处理的 部分的无非就是皮肤 皮下组织 肌肉肌腱这一块 很韧带 那么华囊刚讲 我们不是我们的范围 淋巴组织 这些都不是我们的范围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讲一下 衣冠 这个膝关节呢 为什么它如此重要呢 为什么我们要着重来 讨论膝关节的问题呢 这个除了前面讲的以外 比如说膝关节 问题是这个 成年人骨骼肌肉 疾病的第二常见部位 对吧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 你膝关节的问题呢 只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膝关节 它是人体所有的关节中 最大的单一稳定关节 那这个定义啊 是由2010年 美国人啊 两个美国人 一个叫马克勃 和一个叫 Grey Cook 鬼库克 这两个人 在他们的著作里面呢 提出了一个 John by John 或者叫做肢解理论 他所得出来的 这么一个结论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 这个导图 就是马克勃和 鬼库克呢 他们在几十年的 这个临床实践中就发现 人体啊 所有的关节 都有 或者是都适宜 一节灵活 一节稳定 下一节又是灵活 再下一节又是稳定 这么一个 灵活稳定 灵活稳定 这么一个规律 进行分布的 与这张图啊 你就可以看到 怀关节啊 它是灵活关节 膝关节就是稳定 关节 那么宽关节又是 灵活关节 到了腰椎啊 就成了稳定 关节 往上啊 胸椎 灵活关节 关节 颈椎 稳定 关节等等 那么这个理论的意义 在哪里呢 举例而言 比如 我们讲 这里啊 这个胸椎啊 灵活关节 它出现问题之后呢 它就会引发 上面的稳定关节 颈椎 和下面的腰椎 出现病变 或者是症状 同样 宽关节这里 出现问题后 上面这个腰椎 啊 和下面的膝关节 就有可能会出现病症 那么你反过来 来讲 腰痛 或者膝盖痛 就很有可能 是因为 这个宽关节的 稳 灵活关节 不够灵活 出了问题 而造成 需要通过腰 腰部的关节 和这个膝关节 进行带藏 所造成的 当然腰痛 它也还有可能 是胸椎问题造成 这就是所谓的 中间有病 去找两头 或者是两头有病 至中间的这么一个 一个原则 稳定关节 那顾名思义 它就是起到 稳定人体的 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说呢 当稳定关节 出现病变的时候 它就必定 会造成 人体的一个失稳 所以说 人体的这个失衡 它跟稳定关节呢 它有直接的关系 而稳定关节之中 膝关节 它是最大的 单一稳定关节 所以你说膝关节 它重要不重要 那甚至于 你可以将 这句标题 这句话 稳定关节 对于防止 人体失衡 至关重要 换成 膝关节 对于防止 人体失衡 至关重要 都完全不过分 那么这个时候 有人就 可能就会说了 你刚才不是说 腰椎也是 稳定关节呀 难道腰椎 就不比这个 膝关节要大吗 腰椎 就面积而言 当然比膝关节要大 但是腰椎 它是由 1112 131415 五个单一关节 组成的一个 关节group 或者就关节群 或关节组 而膝关节呢 它就一个 你单挑的话 这个 那比这五个 五节腰椎 比他们任何一节都大 那么颈椎 这里也是一样 走关节也是 所以说呢 膝关节呢 它是最大的 单一稳定关节 人 除非你是坐着 只要你站立起来 你所有的动作 膝关节都 或多或少的 参与其中 那甚至你 你躺着的时候 许多动作 它都用 靠这个膝关节 去参与 完全不翻身 所以呢 最容易受伤的呢 总是我 对吧 那也没有办法 谁叫你干得多呢 这就是命 对吧 这就是膝关节的命 所以你们说 膝关节重不重要 说了半天 又是软组织 又是肌肉 又是关节 那我们 这还是在讨论中医吗 加拿大 潘小川老师 就说话了 凡是讲阴阳五行的呢 就是中医 那你不讲阴阳五行的呢 就不是中医 那好 灵活 稳定与灵活 那是不是就是阴与阳的关系呢 阴沉形 阳化气 阴主静 阳主动 稳定关节 属阴 灵活 关节 属阳 这完全就不难理解 对吧 那当我们将阴阳的概念 带入到刚才那张肢节理督的导图里去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况呢 这里蓝色就代表阴 红色呢就代表阳 人体所有的关节正是以这种 一阴一阳的方式 排列组合起来 一阴一阳之味道 那么这张图里面呢 他就不仅仅带入了这个阴阳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并且同时呢带入了五运六气的个概念 这就是内经传承派啊 五运六气实战里面的六气阴阳截图啊 其实你就算完全不懂 完组织 不懂肌肉 根据中意的理论辩证 根据五运六气 再根据这张图 你也照样可以解决问题 当然今天呢 我们主要不是讲这个 想说明什么呢 这里说的不是两件事啊 其实呢 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只是呢 从不同的角度 通过不同的语境 来解释这同一件事 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医人 懂一点基本的解剖知识 懂一点基本的现代病理知识 也是非常重要 和非常有必要 就是当我们用现代的医学的语境 去跟病人解释 去跟西医同行解释的时候呢 这样我们的理念会更容易被接受 会更容易达成共识 求同尊义 天下大同啊 最后我们在 人工智能AI的帮助下 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对吧 好了 今天呢 我们呢 就从这个软组织 外科学的角度呢 作为一个侵入点 来分析这个吸管体的问题 那我们根据华人一手李建民老师 他对吸管节疼痛的这么个分形 那么吸管节痛的 我们可以简单的 从病人的主速来进行划分 划分为前侧痛 后侧痛 内侧痛和外侧痛 那么这么分的好处在哪里呢 就是说你不需要再花时间去辨证了 按主速来进行分形的话呢 就这么几种 没有了 你再分也分不出来了 首先 我不会被这个辩证 给卡住脖子 那病人的主速 就给了你第一切入点 注意 是切入点 它并不一定是你的目的地 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是说 这么前后内外一分了之后 相关的软组织或者说鸡群 你就可以马上定位了 一说前侧痛 你马上就知道是哪些肌肉负责 你马上就可以去检查骨四头肌 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看谁出了问题 那么出问题的呢 就极有可能是造成膝关节前侧痛的凶手 那他可能不一定就是元凶 但极有可能就是凶手之一 这样的话呢 你立刻就有下手处理的地方 丝毫不用犹豫 然后通过这第一凶手 顺藤摸瓜去找元凶 那么如果是膝关节后侧痛呢 也是一样 那你马上就知道 从这里看到 你就可能是什么 肥肠肌直肌国肌 甚至是半剑肌出了问题 其他的膝关节内侧痛 或者膝外侧痛也是一样 那么前前后后啊 总共啊就十六块指纹剂 你要记住他们也不也不难啊 那至少比肌虚位要容易多了 那我这么认为啊 所以说呢 我们就将李建民老师的这个压柔俗法啊 作为我们临床最实用的检测和诊断手段 同时呢 他也是最前期的治疗检验方法 那么通过手法的检测之后 你顺手就可以快速的进行压柔 对吧 压柔之后你马上就能得出到结果 检测到你诊断的方向到底对不对 那不是靠瞎猜 是吧 那么根据主速呢 找到可能造成这个疼痛的这个责任机 快速的手法压柔处理 然后马上让病人下床去试 你膝盖痛也好 前面讲腰痛也好 或者怀关节 肿关节等等 压柔完了之后 马上检验看有没有缓解 如果有 就说明你的方向是正确的 如果没有或者不明显 就说明你还没有找到凶手 躺回去 继续找 对吧 说到这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优点 第一 至少有两个优点 第一就是诊断过程简单快速 第二 病人少受了很多针刺之苦 你不需要一个一个怀疑的区域去扎 可能是这可能是那 还得留针 万一没扎出效果呢 你还得编出一大堆的理由 而让病人继续让你扎 对吧 就再打不出来呢 你就没辙了 没等你上群去就求救 病人找跑了 那么手法就不一定了 只要你的诊断方向是正确的 效果一定会立竿见影 那结果可能不一定能够达到 针刺的效果 但是呢 等你确定 你的方向是正确的了 再进行 进一步的这个 针刺 强化它的效果 那再也不迟 磨刀不误 砍柴工 那么如果你诊断有偏差 也没有关系啊 继续再压柔 病人完全不会 有任何的这个疼痛 或者反感情绪 他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在按摩 对吧 又不用加钱 一般都不会拒绝 对于你来说 无非就是多花了十分 五分十分钟的时间 检查时间 那么压柔的手法呢 跟推拿呢 很不相同啊 完全不用费什么力气 可以这么说 手法对于推拿和正骨而言 是最安全 最不伤害医师的 一种动手技术 他只需要一个大拇指 一节食指关节 和一个手肿 并且完全靠的是巧力 借力发力 即便你做一天下来 那肯定也比不上去 跳广场舞的那些强度 对吧 那么这个我在现场课的时候呢 就已经做了一点演示 给大家看 因为时间关系也不可能细讲 并且我也不是讲 这个李建平老师的手法 对吧 我只是拿来用 你感兴趣可以去学啊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回头呢 再去看一段这个录像啊 让多让大家呢多少呢 就有一点点这个 这个感觉啊 这个录像呢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我们就放过啊 其实 在这里呢 我就想再放一遍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听风老师 你这个检查没有声音呢 没有声音吗 听不到声音是吗 没有声音这里面 一直是静音的 这个这个视频没有声音是吧 对 一会儿我看一下 谢谢 我停止风向 不好意思 谢谢幸亏你提醒 要不我以为你 我这可以听到 你那可能听到 我把这个重新共享一下 共享视频 一会儿你们告诉我一下 他还没说啊 说话的时候是不是有声音呢 听到有声音吗 没有 还是没有吗 没有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不好意思 我等我等我一下 看看啊 我就是这样的话 这个 这个 这个患者 他就是膝盖痛 膝盖痛的主数呢 就是在 有是吧 这个是 有了 有了他 他要共享屏幕 同时共享这个 但是只能 你现在 我说你只能听到声音 你听不到这个 看不见视频 对 哈哈哈哈 就唱这个 对吧 不知道 共享屏幕 还是共享屏幕 同时我在共享声音 好像是这个样子 新的共享 嗯 共享 陆老师可以重讲一下吗 因为一直都没有声音 都不知道你干嘛呢 哎 一直都没有声音吗 对啊 可以重讲一下吗 开始 不知道啊 我以为 我们以为你在那里摸什么呢 哎 不会吧 就是说视频 这个就是你检查的 这个没有声音 之前呢 我说那么多 我说 那些都有 有声音 就是说老半天了 说半小时了 那些都有 那就行了 别吓我 你就没有声音了 就瞎话 这个视频就没有声音 也也讲一下吧 有点稀里糊涂的 听到 嗯 那没办法 这个我重新再讲的话 大家可能也不干了 后面还有些其他的内容 等会儿啊 你可以去看录像啊 到时候 没关系 哦 你们是有回放的 对吧 应该会有吧 对 我看一下 希望啊 希望这个课非常非常好 哎 那要是没有听到 好好遗憾 没事没事 没事 你可以会有 损失了一个亿 没听到这个损失了一个亿 啊没一个亿真的是 哎 还是不行是吧 还是没有听 听到啊 我再跟你讲 又没有 没有图案了 没有没有 没有学视频 我视频 我现在 啊 啊对 我这样来吧 这样的话可能你们会 嗯 希望希望有 好 冰默老师 嗯 太棒了 对这个课非常非常重要 是吧 对对 这个我我膝盖的问题 其实一直都是很重要 所以我讲两次 所以不是讲两次吧 这次我稍微把一些细节问题 和一些原理性问题 讲一下 因为上次公益课的话 时间比较仓促啊 也是还有很多老师都在讲 所以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给他给他展开来说 那么今天 对啊 希望通过这次的学习 更进一步了解好一点点 我希望你们能够 希望老师辛苦了 辛苦了 希望你们就是去 好好的去用啊 使用它 会会一定会 会 谢谢 就能够让你们 让你们大家都收益 我看一下 等会儿 我看10月4号的这个视频 在这里 这个这个视频是比较重要 所以我还是花点时间 给大家 来要给大家放一下啊 因为 我后面的 他传递了很多的一个信息在里面啊 他传递了这个 就是说我的一个治疗 我们的治疗一个思路 在哪里 在这里 我找到了 别着急啊 我这是意外 意外情况 我没有 我没有处理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嗯 这个可以 好 好 那马上就可以 开始想 吧 手机 误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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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 啊 可以 这下应该可以了 可以看到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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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可以了是吧 好 那我就放在这里 放完 它就是膝盖痛 膝盖痛的主术呢 就是在膝盖的内侧 所以痛是在这个地方 嗯 你感觉到这个地方 你感觉到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已经做了一点点的治疗 就是说在膝盖骨这里 所以你会看到的疲惯 在这个地方 嗯 然后这里 这是膝盖 膝盖 里面的膝盖 这是一个痛的病毒 当然 有些疲惑在这个地方 痛症是在这里 所以在检查的过程中 你会感觉到这个疲惑吗 嗯 所以当我找的时候 这个就是膝盖啊 那么呢 没有疲惑 这个疲惑 这个疲惑 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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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疲惑 这个疲惑 那你能不能脱下 OK 这个疲惑 是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非常疲惑 这是一个疲惑点 那么呢 我们在下面找的时候 看这里有一个疲惑 有疲惑 一点点 这个疲惑 对 你能不能脱下 你看这个疲惑点 它的肘形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肘形呢 所以当时我们再说这 那好 我现在给它做治疗 治疗的话 我现在是说 用这个手法先做治疗 我就做治疗一块 我现在就做治疗 当时你感到脱下 让我告诉你 好吗 你还好吗 对吗 对 对 这个疲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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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继续做这个 如果你感到很简单 让我告诉你 对 对 对 很简单 很棒 这个疲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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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轻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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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感到很简单 让你感到很简单 让你感到很简单 对 对 就更简单 你感到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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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继续做 这个疲惑 很简单 它是不错的 它是不错的 所以在内部 这里 对吗 一点点 一点点 我可以从脸上看到 同样 我们可以做同样 放松 好吗 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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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疲惑 在这部位置 这部 它不是很简单 这部 或者是很简单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通证过来的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 其实就是 半箭肌的位置 它就是半箭肌损伤 它就是半箭肌损伤 它是足够的 当然它不仅仅是半箭肌损伤 因为它还有一个 就是说 其他的膝盖骨 它也有一个损伤 这个时候我们倒是在说 它是一损伤 嗯哼 好 我可以看到你的脸 再说一遍 我可以放松 好 是可以吗 是可以吗 可以 好 我们完成 我把这里先弄 然后完了之后 我们做一下这个 挂杀也好 这是金龙松剪也好 好 先挂一下 不可以 来回挂都可以 无所谓 一般的可能是 我上挂比较好 无所谓 好 ok now we're going to hit this one tender oh yes ok 还是 就是轻轻的按 不要太重 getting easier yes ok so this one it's ok that one it's ok it's ok good this one oh yeah oh yeah you good getting better now but this one it's ok it's ok that one it's ok it's ok now what time this one it's ok that one oh yes 这个 它是这种过来 它实际不停 也是半截 半截 因为它上面还是痛 这个是牵扯到了 这个 缝降机的问题 但是它 没在 叫七字点的地方 它没有 没有主树 只是说 在这个拐弯 这是有一点 feel ok oh it's quiet so no way we're going to face down we're going to finish the front ok yeah it's getting better getting better now good but this one it's not bad not bad but this one ok ok see 它这个下面 半截拌磨 半磨机的时候 反映也没有事 它就只是在这 可以听起来 ok so let me see 一般的它别薄 这个时候呢 把它拿起来之后呢 它这里就可以 感觉出来 它的那个 它不一样 你看它 就很大 但是呢 它的肚子都是脂肪 把你挤在这个地方 tender ok this one ok tender right no ok it's ok this one ok it's ok right this one ok this one outside it's ok it's ok this one yes yes this one yes ok this is yes 它到这没事 它到上来一点 就开始有事 ok we'll do the same I'm going to press a little bit harder I'm going to press a little bit harder so ok yes that's fine because the muscles are a little bit thicker tender yes so now ok and once again if you feel a little bit easy enough let me know ok sine sine getting easier yeah yeah a little bit little bit ok but this one oh that's a tightness yeah can't feel a pain here right um ok so it's a bit harder it's a bit harder it's a bit harder 就是轻柔的推 因为它比较胖嘛 所以是走形 它不一定是像正轨走形 它可能会偏差 所以附近就会找着 I had a torn hamstring there oh how long ago that was a couple of years ago how about this one that is not bad not bad 这个是太硬了 就是必须要用阻指 this one yes ok 你看它手指力量不够深 ok 用这个指节 它比较胖出问题 但是呢 也是不用太大力气 ok when it gets easy enough like you know that is ok 你就几下的视群这里 tend that that is fine tend that this one yes yes ok 你看它就差一点 不能够按完全的肌肉做形 就是你的附近去找它 it's getting easier getting easier this one that is ok that's ok this one put it down or put it underneath yeah that's fine it's ok handa this one no no that one no ok this one no ok this one no ok oh it's good tend that this one no 所以它这上去之点 它还没有伸 ok let me go back to here again ok no i was releasing my gloves with the ball at the weekend now this is what I'm going to do the whole thing so I'm going to do it a little bit ok yes I know it's a little bit there but it's ok right yeah good you get too strong tell me ok i'm not going to push too hard it's ok i can hold it good ok how about this one it's ok i can hold it i can hold it this one i don't even need to hold it you have to relax i mean but i can hold the pain that's what i mean i can hold the pain if it needs to be real ok release just if you can release that ok tend yourself to relax ok it's ok that one really hurts ok still getting easy enough little bit little bit ok so this one this one this one yeah yeah okay okay this one it's easy enough little bit ok mmmm better it is done yeah okay which is very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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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还存在这个肥肠肌的问题啊 你看他这已经开始痛了 yeah ezy enough little bit is ok it doesn't that's okay how about this one it's not that bad not that bad tender yes yes 过程剂有可能有问题 yeah 因为他是从侧面然后到后面来痛 他说后面不痛 他是紧的 快说 so the back is tightness on the back right yeah the pain is on the in the this area k i see 他虽然说紧 但是他也是一个阳性反应 也是有症状啊 getting easy enough little bit little bit for this one oh yes oh yes 你看他这次很明显 过程剂就出了问题了啊 肯定是有的 因为过程剂的位置就是这一条 getting easy enough little bit 对了 嗯 it does it does ok this one 嗯哼 oh yes it can sit down 他这里做明显也是有节节 就是我就是做个快速的手紧就可以了啊 getting ok is enough yes good but this one that one is ok that one is ok so that's it but this is my leg 我也要站起来坐下 so now we're gonna we're gonna come off the couch 有一 minute to do you do the bending again we'll see how how you feel so how much you can do now hehehe 慢慢地 你先保持一些 複雜 你可以倒下 你也不想到 你也不想到 但我仍然不能保持 你不能保持 你不能保持 我可以保持 慢慢地 我們可以看多遠 你感到痛苦 再停止 這就是多遠 是的,在這肩膀 是否更容易 是更容易 在面前 面前 可以再做一次 慢慢地 可以 你可以再做一次 再一次 很棒 我可以在腿上感到 我可以做 好的 好 這個就放完了 這個 重新看一下 實際上就是 嗯 實際上整個的 你看這個整個 录像才十一分鐘 實際上治療是不需要 這麼長的時間 我們這是因為 有個录像啊 你要录又又講 就時又會長 如果剛才講就是五到十分鐘 你要檢查的話 如果快速的話呢 可能就是五到十分鐘的時間 那不會超十分鐘 五六分鐘 一般簡單的話啊 那就檢查完了 大家注意到沒有 這個病人的開始的時候呢 主速是什麼呢 是膝蓋的 內側痛 對吧 於是呢 我們立刻啊 就從這個膝蓋的內側肌群呢 去入手 啊 去檢查 嗯 嗯 這樣可以聽見嗎 那告訴我 說半天聽不見了 啊 能聽見嗎 可以 可以可以 好嘞 大家都 那待會兒靜下音啊 我也可以 那麼內側肌群呢 有哪些呢 有逢降肌啊 骨膀肌啊 半膜肌和大手肌啊 說簡單了啊 內側膝蓋的內側痛 你主要去檢查什麼呢 主要就是檢查鵝足腱 而膝蓋內側痛 往往就是 跟這個鵝足腱的損傷呢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你看到 我首先就是去檢查 鵝足腱相關的肌肉 可是問題就是 它並沒有太多的陽性反應 那主要出現的這個陽性反應 都圍繞在哪兒的 半腱半膜肌附近 這個時候就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那我們馬上就順藤摸瓜啊 往膝蓋後面去找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 雖然說 啊 半腱半膜損傷 它會引起膝蓋的內側痛 因為它繞過來了嘛 但是因為半腱半膜肌呢 上段的起指點呢 在做骨結結 然後一路沿著 骨骨的這個出現 往下 繞到這個膝蓋的內側 所以說他們也可以引起膝蓋的後側 甚至說大腿後側的疼痛 所以我馬上讓病人 翻過身 去檢查膝蓋的後側 這一檢查不要緊 果不其然就發現了真凶 首先 你發現病人以前 國生肌 他說他有過救傷幾年前對吧 然後我們又發現 國肌這一塊 有非常明顯的 並且非常強烈的 壓痛的陽性反應 雖然他的主速 並不是膝蓋的後側痛 他只是說有點緊 是吧 其實呢也是有陽性體征 他也是陽性體征 但是呢 我們通過主速 作為一個切入點 一路檢查下來後 你就發現 沒有明顯的 沒有明顯的 這個症狀 在這個他 內側這一塊 而反而是在這個後側肌群 這裡 才是造成 他主速的直接原因 好了 當我們找到問題的觀念之後 後面的治療就水到渠沉了 那不管你用豪針也好 韧針也好 韧針也好 迷你韧針也好 或者是電針 還是其他你熟悉的治療工具 都沒有問題 因為你知道 不管你怎麼治 你的方向是準確無誤的 那麼治療結果 你完全可以 不用再去關注 把讓你的護士 或者你的助手 治療完了之後 幫你去起针就完事了 你自己接下去 看下面一個病人 為什麼能這麼牛呢 因為你知道治療有效 根本就是理所當然的事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細節 請大家注意 那就是當手法完了之後 我立刻 我們立刻就讓這個病人 下床 做這個運動檢測 那這個時候 我們馬上發現 病人的症狀就減輕了 因為當時他就 完全就 沒有辦法往下蹲 他一不小心 他就蹲過了 他當時是 沒想到會這麼快啊 儘管這個時候功能 還沒有完全恢復 你看就我們的幾下 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他以後已經有改善 改不改善不要緊 他足以證明了 我們治療的思路是正確的 於是呢 後面我們就用了電症 你看到啊 用了這個進行了一個 流征的治療 治療完了之後 大家的效果 大家都看到了 那通過這個視頻 和我的這個解釋呢 我希望大家就能夠明白 我要表達的治療思路 簡單講 通過病人的主速 我們有了一個切入點 然後通過這個切入點 我們進行手法檢查 和鴨柔檢測得出診斷結果 或者通過鴨柔檢測 順藤摸瓜 找到真正的原因 來確定治療方向和方案 然後進行針刺強化治療效果 最後一定是療效可期 其實在這裡我還很想播另外一段啊 加拿大黃國健博士曾經引用的一段 羅炳祥醫師的小視頻講得非常好 時間關係我就不播了 講什麼呢我概括一下 就是說一個連動手摸一摸你 動手給你做促診檢查 都不願意去干的正骨醫師 你千萬不要找到看病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絕大多數的骨科醫師 都在利用各種各樣的檢測工具 檢查工具 在做整個X光啊核磁等等 都是通過看片子在看病 完全就不動手檢查了 但是這些現代的檢查工具 往往都無法揭示真相 找不出真正的病因 動手促診 這種最原始的診断方式 往往能夠給出最直接 最有效的結果 那雖然他講的是骨科醫師啊 但最有我們臨床的針灸醫師 同樣適用 尤其是在治療痛症的方面 那內科疾病也是同樣重要 比如說我們如果有機會 以後再介紹這個 結合了這個日式伏診 和傷寒論 重景附診精華的周式伏診 他一動手 手一下去 一觸診 真方要方全部在手下呈現 好 動手診斷 非常重要 我們下面 膝關節的 治法與治責 那治法 有什麼方法去治呢 或者說治疗工具有哪些呢 我們主要介紹一個伏刺 一個慶針 當然還有手法 你可以說很微認針 比如說迷你認針也可以 我這個這個是我臨時就加了啊 那麼KT交代都可以啊 治疗工具方法可以多種多樣 沒有關係 那麼治疗原則呢 就抓兩頭打中間 這個剛才 我們講這個 穩定關節的時候 也已經做了介紹 為什麼要 往兩頭去找 稍後呢 我們有時間的話 可以再繼續再多一些的 再探討一下啊 那這個就是 靈動的伏刃 你看這個 左邊 這個老太太啊 黑眼老太太的這個 因為肩膀 肩膀問題啊 不能說五十肩 他是肩膀不能摔 外傷損傷之後 他摔跤摔了一跤 摔了一跤之後 這手臂就不能活動 我們檢查當時檢查啊 就用了這個伏刃啊 我想說什麼呢 大家不要覺得這個這個這個 真刀就好像很恐怖吧 其實呢 看你怎麼用 因為我們的 為什麼叫伏刃呢 因為我們只是在 通過伏刺的方法 在皮下進行 你可以說叫玻璃也好 或者是叫這個鬆解也好 那不禁肌肉 只是在 皮下進行 所以他一般是無痛 太太都可以接受 對吧 下面這個就是伏刺針 0.50的伏刺針 就在現場的時候 我們有一位醫師 他也很敢看 我如果用了兩種針 一個是0.3530吧 還是 然後用了一個0.50 我說他就覺得 這個0.35反而疼啊 0.50的他就覺得不疼 他說這個改變了我對這個 出征的想法 他不是在於真具的出息 在於你的用法 我想說這個 那旁邊這個是動精針的 進行伏刺 其實伏刺它是一個方法 你用什麼針去刺 其實我覺得問題都 看你個人個人的習慣 這個呢我用的是動精針啊 不是有個陳德成啊 在美國是吧 我沒跟他學過啊 但是呢 我很早 其實很早就知道陳德成老師 他寫過一本書 就是對針 對此這個這個 對血 對血治療 那麼呢 我沒學過動精針 但是呢這個針 發明這個針挺好啊 我覺得我也在用 雖然有點貴 因為它是螺旋狀的針 他能夠在皮下呢 你在做運動的時候 他不容易出來 當然你要注意啊 有時候可能 他太不容易出來 他治針太厲害的話 可能你拔針也出現問題 這要注意啊 不會 不建議大家 不會使用的去使用啊 這會造成 不必要的麻煩 你用伏刺針就可以了啊 你也不用去動啊 你不要不會動的話不要動 那麼下面這個就是 沁針和這個KT交代 或者是Kinesology tape 就是KT這到處 李道師最善用 最愛用的一個交代啊 那麼沁針的作用是 啊怎麼樣呢 他為什麼用沁針呢 啊 因為講這個事情呢 我又做了一個 的總結啊 關於這兩種 其實可以用簡單的一個 補和蟹去解釋這兩種 不同方法的這個 作用 沁針 啊 他的作用呢 是作用在這個 潛筋膜 他因為他沁針他還 才是帶有一個小針頭啊 很小的針頭 0點 幾毫米 0.3 0.0幾毫米的 這麼一個針頭 基本上不近皮膚 但是在 皮上啊 刺激這個皮 潛筋膜 然後沁針不是扎上 就就就行啊 沁針的關鍵是 在沁針之後 讓患者 帶著這個沁針做運動 嗯 他的作用我認為 他就是在鬆解 潛筋膜的黏黏 因為你沾上 就好像一個圖釘 把你這個皮膚固定住 然後你在不斷的動 在牽扯這個 呃 潛筋膜 把它牽扯開 啊 這是他的一個機制 所以說呢 他更像是一個啊 將緊張的部分 鬆開的這麼一個 一個效果 相當於一個泄法 啊 當然有人說 他是在呃 這個釋放皮 潛筆的這個 生物店啊 啊 是不是放生物店 這個還是有在商榷 但是用潛筋膜來解釋呢 我覺得還是比較容易 讓我理解啊 讓是不是大家能不能理解 我不知道 那KT膠帶就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啊 KT膠帶呢 他的作用就是把這周邊的肌肉 全部把它 貼到了一塊 啊 他針對於肌肉強度不急 或者是協同的能力失調的 那肌群協同的失調 有很大的幫助 通常 他貼上之後 你再讓患者去動的時候 他就覺得哎呀 好像我很 我覺得我的肌肉很有很有力 很強有力了 啊 他能夠起到一個貌似增強肌肉能力的 這麼一個作用 所以我 我把它歸歸為約等於 大概有補法的 這麼一個作用 這個包跟 液罐也是有很相似的 一個作用 所以我特意選了這個圖啊 帶有液罐的後面這個罐 不是火罐 這是液罐啊 是中士元 醫師發明的這個液罐 啊 他跟他的作用也是很相似 啊 但是這個 KT膠帶好處在哪 你能夠帶回家 你貼換了之後 你讓他回家 那最早引起我注意是在 啊 這個這個愛丁堡啊 陳明醫師 他呢有用這個膠帶 哎呀我你也用這個 就表示了嘛 我以前很看不起啊 後來我發現挺好用 其實挺好用啊 所以後來我們也漸漸 也用這個方式 所以說呢 你不是說什麼都可以上慶真 什麼都能夠貼膠帶 你得知道 他為什麼起效啊 他的作用在哪裡 那對於有出現結節 對於有沾連這種情況 你用慶真 當然很好 那包括你像水腫 那這都是明顯的這個沾連啊 比如腫障啊 這個腳腫手腫萬懷腫 這個我以前也分享過一些關於腳腫 用這個慶真的一個 一個一個圖片啊 以前的治療一個案例 這個時候你用膠帶可能效果就不一定很好 你用這個KT膠帶 那 所以這個要大家要注意 那麼其他的治療工具呢 比如說猴真啊 就常規的猴真0.25 浮四針0.5乘30和50 還有個認真 就是或者叫迷你認真啊 加拿大黃國健老師的迷你認真 我們也用 0.35或者0.40和0.60都有 還有沁針剛講了0.18乘以13的 再有就是你的手指 大拇指 食指 關節 和肘 這麼簡單 這是你的治療工具 好 說到符刺 我們要有必要提一下這個 符刺的主事業啊 現代符刺主事業就是 意大利的何树淮老先生 啊 是因為他 在英國 我在全世界 在歐洲 你沒在 在這個歐洲好像他也講課啊 推廣了這個 符刺法 讓我們無數的 一時受益 患者受益啊 那麼 符刺的這個理論基礎在哪裡呢 他取來自於林書 觀真 符刺者 蹦入而扶之 以至荆棘 而寒眼 說到這兒我老是要強調 這個荆棘 大家 注意這個荆棘 我們後面還會提到 它就是專制荆棘的症狀 荆棘是什麽 肌肉拉伤也算是吧 關節疼痛 這是不是都荆棘 寒呢 就是緊嗎 啊 高張力點的地方 對吧 那好 我們 剛講啊 膝蓋痛 我們分形分了四個形 那麼負責 或者說吸前的指韧肌 有哪幾個呢 主要就是骨直肌 骨中間肌 骨外側骨内側 啊 為什麼把它提出來講呢 放在前面講呢 因為 膝關節疼痛 或者是大腿前側出現問題的時候呢 骨直肌 是最重要的原因 骨直肌損傷或者叫 啊 是最重要的原因 好了我們講講骨直肌 我們骨直肌 我們了解它的起质點在哪裡 它的起點上方起點在哪裡呢 骨直肌的上方起點在 卡前下脊 和寬丘的上月 因為它有兩個頭 一個頭在卡前上脊 一個頭在寬丘的 就是大鑽子跟 啊 稍微上偏上寬丘 一點點 那會我們會展示 也是用這個 3D軟件啊 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那麼骨中間肌 就骨骨幹前上 四分之三處啊 骨外側肌 是出現外側圓 這大鑽子就是出現的外側 骨內側肌呢 它的起质點呢 在出現的內側 那麼他們 骨直肌的功能呢 就是趨膝 趨寬和深膝 所以說 一旦你出現骨直肌 出現損傷 一定會影響到 膝關節的 伸直 啊 伸不直 或者是彎不下來 還有一個區寬就蹲不下去啊 或者是受限 或者是蹲下去 起不來 你就要考慮骨直肌的問題 了解功能呢 實際上就是了解 啊 你就知道它的診斷方式 而說區寬 你不要有區寬功能 我這樣蹲一下看看 你蹲下去啊 起不來 那骨直肌可能有問題 對不對 那麼他們下方 所有這些骨四頭肌下方的 指點在哪裡呢 旗指點在哪裡呢 他們匯聚到冰股啊 匯聚成 移形成為骨四頭肌基建 冰通股冰韧帶啊 知道 那麼骨内側肌呢 他還繞了一下 繞到了這個進骨内側環 這個 一會我們會講到 好我們先講這個 骨直肌 這是骨直肌的這個圖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骨直肌它有兩個頭 一個頭呢就沾在了這個 卡前下頸 還有一個頭呢 就是大鑽子上方 那個圈寬舊的上方 這是骨直肌 其實我們講骨直肌之前啊 我們呢 應該先講講 逢降肌 只是因為我們 膝關節診斷分行之後 他骨直肌是負責膝關節 或者說大腿前側功能 最重要的肌肉 所以我們放在了前面 剛剛講了對吧 這為什麼說要 應該先講逢降肌呢 那大家先 請看 這張 解剖圖 剛剛講 骨直肌的上端 旗子點在卡前下頸 那麼卡前上頸呢 卡前上頸上 附著 逢降肌的旗子點 那麼逢降肌它就像一張 薄薄的床單一樣 正好就將骨直肌給蓋上了 那麼骨直肌呢 正正的就躺在了這個 逢降肌的下面 那微微露出兩個 一點點兩個小頭啊 這個我們要是看不清楚的話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 這個就是 從這兒你就可以 我把先把這個腿的 這個 這些部分 腰的肌肉拿掉 甚至可以把卡肌拿掉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看到了 我們轉一下 你看這個地方是不是就是 骨直肌的兩個 旗子點呢 上面 就是 逢降肌 這個要加上 就雖然說這個逢降肌 前面我們講啊 他是負責這個膝蓋內側 或者說 大腿 大腿內側 功能的主要肌肉 但是呢 卡前上 擠這一段 或者我們按照小白的語言來說 我們腰部 側前方這個區域 啊 就這個區域啊 逢降肌的作用 至關重要 這麼說吧 啊 咱們這個模特是男模啊 那麼逢降肌在這裡扮演的就是 男一號的角色 如果這個是女模呢 他扮演的 就是女一號 重要到這個程度 如果我們這個男一號 在這出了問題 逢降肌的旗子點 出現了水腫 或者是損傷 他除了影響到大腿前側的疼痛之外 還會對周邊的鄰居 進行無休止的騷擾 那麼逢降肌引起的大腿疼痛的很有特點啊 臨床上其實呢也是比較常見 啊 那就是病人就會告訴你啊 我大腿的這個 我腿疼啊 或者是我腰疼 怎麼會疼法呢 他說從腰這兒一直往下疼 斜斜的順著大腿 一直就疼著大腿的內側 啊 最後呢在膝膝蓋這個內側這個大骨包的就停止了 那我們臨床時不時就會遇到這樣的病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到過啊 這就是很典型的 逢降肌損傷 那麼逢降肌旗子點這裡損傷之後 它會影響到周邊的哪些鄰居呢 剛才講的逢降肌下面蓋著的骨直肌 當然就是其中的一個 但其實它還不是一定就是第一受害人 那麼第一受害人 還有可能會是誰呢 大家看這個解剖圖 啊 逢降肌 啊上面這 上面這 啊 這裡有一條非常重要的韌帶 叫什麼 復古溝韌帶 大家注意看 在逢降肌和復古溝韌帶他倆 這個之間的這個夹縫裡 還夹著一條像 很大一點 還夹著一條像什麼 像一根細繩子一樣東西 這叫什麼 這就是在解剖學上非常著名的 骨外側皮神經 小小的一根骨外側皮神經 一旦它不爽啊 造成的問題可是真的比較難搞 它非常的嬌氣 它不爽之後 它會出現什麼症狀呢 我們首先看看它的走形 你看這個紅色標數啊 它不是很清晰啊 但是可以看到 它向後可以延續到 你看到臀大肌 臀部的位置往下 它可以一直到 到哪 到靠近膝蓋的位置 就基本上 整個的大腿外側都成了它的視力範圍 神經出問題很典型的一個症狀是什麼 就是麻 大家有沒有接種過整個大腿外側麻的病人 我們時不時就會有這種病人 那這不一定是它的主速啊 往往它就會告訴你啊 我這個腰疼 或者是腿疼 同時呢大腿外側 整個都是麻的 那麼這個時候你就要留意看看 是不是骨外側皮神經引起的 那麼我們以往 臨床上治療大腿麻 是有很多方法的 比如說 放血拔罐 對吧 還有什麼 還有一種叫做放電的 針刺方法 我們我把它叫做瞎扎法 啊 就是在大這個大腿外側 密密麻麻 砸上它幾十根針 但是注意啊 這種情況 一定要遣刺 針拍進去就可以了 當然有時候需要針刺底骨 這個方法我們臨床上也是經常使用 那為什麼叫做放電療法呢 或者也有叫做避雷針療法 對吧 就是他們認為麻是由於這個生物電過剩引起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出電的感覺 那這種麻的感覺是不是就有點像類似出電 對吧 所以說生物電過剩的話 它就會造成局部的 這個出電啊 局部麻的感覺就出現了 那怎麼辦呢 啊他們認為 紮上針啊 將皮膚里的電 或者是將骨骼 他們認為叫蓄電池啊 您的多餘的生物電導出來不就完了嗎 那所以就好像是避雷針的這麼個 效果啊 避雷針起到的就是一個導電的效果 對吧 那這就是這個所謂避雷針療法的一個基本理念 邏輯上聽起來是很有道理的 那是不是真如此呢 這個有待商榷 那對於生物電的研究 我也不在行 那不管怎樣這個方法在臨床上 它是有一定的效果 那麼與這個方法很類似 那並且有很完善的科學解釋的另一個方法 就是皮針裡面的觸及數 也就是用迷你認真 刺激前表的皮針精 它也能夠達到同樣的效果 就是你比較麻煩一點 你要一根根針 一般來說他們就是用三根針 合在一塊這麼去點刺啊 觸及數 那麼再有簡單一點就是我們中醫的傳統招數 梅花針敲擊點刺 其實方法都很類似 只是工具使用不同 好了 現在問題就來了 病人來的時候告訴你 而我基本上我馬感的當時呢 是百分之八七八十 或者說我這片大腿原本呢 它只有百分之十幾 或者二十的感覺 你現在你治療完了 恢復了百分之五十 再好一點的可能恢復了百分之七十 可是接著再怎麼治 它就沒有任何進步了 你避雷針怎麼什麼墊都倒完了 對吧 麻還在 你還怎麼搞 好了 這個時候 我們就很有可能 引出了一個非常非常著名的 現代神經學術語 叫什麼 皮神經卡壓 我們這不一 不是一直都在談這個這個 古外側皮神經嗎 在談這個逢降機有多麼多麼重要嗎 我們回頭再看一下啊 這個模型 剛才不是說 啊 逢降機在卡前上級的旗指點這裡 啊 在逢降機與復古溝 啊不是復古溝润帶啊 夾縫之間 啊你看 你點一下啊 對這 放一下 這邊看清楚一些對吧 那麼 骨外側皮神經正好就從這裡穿了過去 所以說一旦這個 逢降機旗指點附近啊 軟組織發生了水腫或者病變 那麼首先被影響到的 是不是就是這根夾縫中求生存的 骨外側皮神經呢 一旦骨外側皮神經出了問題 那麼大腿外側的麻啊 等等一系列症狀 是不是就出來了 當然了 麻他只是症狀之一啊 神經性的症狀呢 神經性病變症狀 還有灼燒感 針刺感等等都有可能 那這個我們要知道 不能麻來了你就會治了 來那個灼燒感你就蒙了 對吧 所以講呢 掌握基本的現代醫學知識 也是非常有幫助和有必要 啊 前面我們講大腿麻 那麼我們避雷針放電也好 瞎渣也好啊 最後治療治好了 70% 那遇到瓶頸之後 那我們是不是要去 逢降機的旗指點這裡 去動手促診一下 是不是由於這裡 有水腫或者病變 對骨外側神經 造成了卡壓呢 我們換個角度來來講啊 聽完今天的分享之後 那麼以後 如果以後你遇到了大腿外側麻 或者灼燒 或刺痛的這些患者 我們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去 或者是直接先去逢降機 卡前上級這個旗指點這裡 促診一下 首先排除 是不是這裡造成了神經卡壓呢 那麼往往在這裡處理好了之後 大腿外側的這些症狀 就消失了一大半 或者說 已經完全改善了 那好 那好 我們是不是說 皮神經在這裡被逢降機卡了一下 症狀就一定會出現呢 或者說是不是被卡著一下 就立刻有症狀出現呢 這裡就引出了李建民老師 曾經講過的一個很經典的故事 那時候宣老啊 宣哲人老先生 你做過一個實驗 就是用止血錢去加病人的神經 那病人並沒有出去我們想要見到的疼痛反應 然後這就很令人思考 到底是什麼引起了疼痛 那麼這裡的這個情況呢 就很相似對吧 他 逢降機和腹骨溝韌帶 腹骨溝韌帶 就像一把鉗子一樣 他們一旦發生了水肿病變 就會死死前注這個 骨外側皮神經 但前注 就出現症狀了嗎 如果按照薛老的實驗來講 那就不一定哦 但實際上是出現了症狀了 這又是為什麼呢 下面這個就是我個人的理解 我不是神經科專家 那說的不一定對 那僅供你參考 僅供提出來呢 大家去思考 或者大家可以去找德國的神經科專家 常吉恩老師求證 如果說夾住了骨外側皮神經 不會出現症狀 那麼怎麼才能出現呢 我們再具體一點說 如果逢降肌和 腹骨溝韌帶只是夾住了骨外側皮神經 而保持不動 就這麼夾著 就像一根鉗子一樣 直結鉗夾著 它是不會出現症狀的 所以逢降肌水肿出現卡壓之後 如果我們的大腿 實際上我們大腿會繼續保持運動 你不斷在動嘛 行走運動 那麼這個時候 就不僅僅是對皮神經 進行卡壓的問題 這就是在卡住之後 還在不斷往下拽的問題 如果我們將骨外側皮神經 剛講 想成一根神的話 那是不是就這種情況呢 如果逢降肌不水腫 皮神經在這兒 夾縫你雖然窄 但是也可以自由伸縮 不會有問題啊 一旦你卡住 就立刻形成了拖拽 我們回頭看一下這個PPT 那麼拖拽之後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我們看骨外側皮神經的旗幟點在哪裡 這根神的接頭在哪裡 它在L2和L3這裡 與脊椎緊緊相連 這一下就完全明白了 逢降肌這裡卡住之後 大腿不斷的在運動 不斷的在拖拽骨外側皮神經 不斷的在對L2L3這兩個接頭進行拖拽 拽著拽著拽著是不是就出問題了 出了問題是不是馬上就通過脊椎 直通大腦進行匯報 大腦發出預警指令 麻也好刺也好 灼燒好這些症狀是不是就出現了 所以說卡只是個導火索 拽才是造成症狀的真正原因 當然要解決這個拽 你必須先將卡給解決了 沒有卡就不會有拽的問題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啊 那麼知道拽的意義在哪裡呢 大家請看L2L3 那不僅僅是有骨外側皮神經在這裡經過 還有逢降肌 骨四頭肌 短收肌等等這些肌肉 這幾神經根在這裡交匯 這簡直就像是一個交通樞紐 中轉站 大家在這匯聚之後 可以直接通往總司令部 我們的大腦中樞 對嗎 好了 逢降肌 這裡將骨外側皮神經卡住之後 直接就對L2L3造成影響 逢降肌本身的幾神經根也在這裡啊 所以L2L3這裡出了問題之後 是不是對所有這裡匯集的神經根都會有影響呢 骨四頭肌 短收肌 長收肌 骨薄肌 等等這些肌肉都可能出現症狀 繞了這麼大一圈 搞了半天就是為了說明這個 貌似很簡單的一個卡鉗 上級附近出現的水腫病變 造成的神經卡壓 竟然可以造成這麼多的問題 請看L2L3腰段 這裡的神經根出問題 會影響到膝前側和膝蓋內側疼痛 這個我都已經給你做了總結啊 就是PPT的右下角這 你也可以換句話這麼說 腰段這裡神經根出現問題的話 會造成大腿前側和大腿內側的疼痛 它同樣是適用的 不僅僅是個膝蓋 所以今天我們貌似在講膝關節啊 其實遠遠超出了膝關節的內容 講的是整個大腿的問題 所以大腿出現的所有症狀 我們都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思路 用這樣的一個治療方案去指導臨床 你用膝刺也好 用迷你認真也好 或者拔罐刺血拔罐 其實這些都是工具 知道造成問題的原因 比用什麼工具更重要 當然了工具的熟練掌握 也對療效起很重要的影響 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那麼我們以後呢 有一會再探討 那逢降機起指點出現的水腫 或者病便會造成這樣的問題 那麼骨質機在這附近 不也有兩個街頭嗎 我們回頭看一下 對吧 他們出現水腫病便會怎樣呢 是不是會對逢降機也進行擠壓呢 然後形成對骨外側皮神經的卡壓 然後就又是上面講的這一段了 對吧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做出這樣一個結論 那卡前上級和卡前下級這個區域 出現的軟組織水腫或者病便 會直接或者間接引發腰部的疼痛 或者腿部的疼痛 我隱約記得幾億針酒 裡面是不是有個叫做一七四針的 這麼個東西 是吧 用這個針法 其中有個穴位是不是就在這個附近呢 那現在我們是不是知道 扎好的話 是不是就會對腰腿疼有幫助呢 至少你從解剖學角度來講 你可以找到他起效的原因 你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告訴你他為什麼 另外還有一個叫調衡經久的是吧 也是在卡前上級的上段去做處理 處理這個腹內斜肌是吧 他也有改善這個周圍軟組織環境的這麼一個作用 也能有效緩解各種腰腿疼痛的問題 當然還不止這些 因為他的用征比較靠上 還對軀體上段有影響 今天我們就不展開 因為調衡我也沒學過 我也不知道 那麼如果你再深入去研究的話 你就會發現 不僅僅是痛症 那對脏腹的疾病也是會有影響 這裡就講到了這個卡肌 和這個腰大肌的問題 因為卡前上級和卡前下級 附近的這些軟組織的損傷呢 同樣他對卡肌也會造成直接的影響 這裡就是卡肌 那麼囤大肌和卡的卡卡肌呢 它是一對解抗肌 那麼卡肌卡肌 卡肌出現問題的時候呢 那他間接的啊 這裡有段話我畫了一下啊 會不僅僅是對這個姿勢造成 為什麼他會姿勢 因為他會會對骨盆造成影響 卡肌和囤大肌 他左右的他會影響的骨盆的前傾 或者是後傾 對吧 這個圖就看得很很明顯 他收縮的時候會往下拉 那麼囤大肌太太有力 而卡肌沒有力 那麼股盆就會往後傾 啊 那麼卡肌的問題會直接影響到 背下部 腹部 腹骨勾和大腿 上部的疼痛 我們腰肌引起的疼痛 可能涉及到內臟 我們腰肌的問題呢 可能與內臟的疼痛呢 就是引起疼痛呢 很容易混淆 很小啊 就骨盆的卡肌也好 臀大肌也好 附著在這個寬丘上延的骨直肌也好 他們都對這個骨盆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他們的損傷啊 都會對骨盆造成 骨盆對骨盆造成的影響 就間接的 或者多少直接或間接的 對骨盆內部的脹氣 會有一定的影響 對吧 這就不難理解 所以說我們在解決 解決講的不僅是一個疼痛的問題 但這種主要以疼痛展開 實際上這樣的一個思路 對於解決一些內臟疾病 也是可以值得借鑒的 那好 這裡有一個概念就是主骨出現 就是這個骨骨出現 就是知道骨骨出現之後呢 我們就知道這個 骨內側肌和骨外側肌的一個 附著點區域啊 這裡就是骨中間肌 我們把這個骨直肌拿到 拿掉之後下面潛伏潛藏的 就是骨中間肌啊 那麼骨骨出現靠外側的 這就是骨外側肌 骨骨出現靠內側的 附著在這個肌肉附著的骨骨出現內側的 他就是骨內側肌 大家注意到沒有 不管怎麼樣 這三塊肌肉 骨中間肌骨 骨內側骨外側 他們都是附著在骨骨之上 就是骨直肌 他不附著 他就兩個點 一個是 剛講的 兩個頭 中間是吊著的 因為他他撈不著了 他被這個骨中間肌給隔了一下 他撈不著貼在這個骨骨上 所以說他是懸著的 他就是最容易最容易受傷的 就是骨直肌 那麼這裡講這個 這個競爭點 競爭點我們不講了這個 這個 我們的這個工藝課就已經講了 那麼最後呢 我們想講一點就是關於這個競爭機 真刺起效機制的問題 就怎麼扎才有效 就為什麼這麼扎才會 就這麼扎為什麼會有效 這個問題 就怎麼就知道我這麼扎下去 到底是將這個肌肉扎鬆了 還是扎緊了呢 這個很重要對吧 或者說 我們怎麼樣才能夠把緊張的肌肉 給扎鬆了呢 鬆弛的肌肉我們又怎麼樣能夠把它 扎緊了呢 這就像是我們中醫裡面講的補屑的問題 那我們看看 從這個現代醫學的 角度能不能夠找到答案 因為我們今天的目的主要就是為了 在這個中醫師裡面普及 現代醫學的一些基礎知識 所以我們主要 從這個現代醫學的角度去切入討論這個問題 前面講我們的智責 就是抓兩頭打中間 那為什麼抓兩頭呢 除了抓旗子點之外還抓啥呢 而這就引出了一個高爾基基建的概念 前面這個圖可能看得更清楚吧 這就是大家看就是高爾基基建 高爾基基建是連在這個骨頭的基建上 在這個基建裡邊 是連著骨頭這一段的基建的基建裡 大家可以去這裡有個定義啊 它是五個基本的感受器之一 它我們要知道的就是說 它監控的是肌肉的張力的變化 就是是肌肉的一種保護機制 就是肌肉當你收縮張力特別大的時候 就過度緊張的時候 高爾基基建就會被激活 一旦激活之後 它就會傳遞信心到大腦 然後引起肌肉的放鬆 這個雖然重要 但是後面這個更重要 它不僅僅能夠引起肌肉的放鬆 同時它讓結抗肌興奮 結抗肌收縮力的提高 就會進一步限制這塊肌肉的收縮 這個公二頭肌公三頭肌的這個例子 旁邊這個圖片就很明顯 公二頭肌緊張的時候 公三頭肌收縮放鬆 這個想講什麼呢 其實想講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臨床現象 就是我們在治療放鬆 我們說放鬆啊 肌肉緊張我放鬆 造成疼痛也是因為緊張 我們在放鬆這個肌肉的時候 比如說公二頭肌放鬆的時候 我們會無限制的放鬆 用盡各種各樣的方法 讓它盡可能放鬆 就恨不得能夠把它全鬆掉 那這樣對不對呢 當我們了解到了這個肌肉的 運行機制 特別是高爾基基建和結抗肌的 這麼一個運行機制之後 我們就發現 你不能這麼幹 做事得留點分寸 做人得留點餘地 對吧 你過度的放鬆 這塊肌肉 就會造成另外的肌肉 過度的緊張 這就是為什麼有時候 我們就說啊 我們這個肌肉 我們治好了 等會說 哎我你這個 我的肩膀治好了 等會我這個其他的 另外一個肩膀又疼了 我怎麼樣 我們常常就說 我們經常用的介護 就說啊 這是你本來就疼 對吧 我們只是把你治好之後 你那邊 顯得更疼而已 是不是這樣呢 有時候是 但要注意是不是 這個時候你 今後你就會知道啊 這個時候 我是不是我過度的治療了呢 如果是過度治療造成的 你再去處理其他的基礎的時候呢 恐怕效果也不是太好 所以不要過度的治療 這是我們想講的問題 那好 我們講 打跳 打跳 打跳到底是幹什麼 打跳 就是肌肉的軟縮嘛 瞬間的軟縮 那麼瞬間軟縮 肌肉軟縮的機制是怎麼樣呢 他為什麼就緊張呢 而這說法有很多種啊 我專門就去了解了一下 我也不是精神科醫師 我也不是這個這個 西醫師啊 那我了解到的一些信息 簡單講 簡單講他就是有一個這個 叫做鈣 禮子的這麼一個東西 啊 他不斷在釋放 在不斷釋放過程中 造成肌肉不斷緊張 當他釋放完了之後 這個中文翻譯 當釋放完了之後呢 那這說書就停止 那放鬆就開始 他就感兴趣可以去了解 那麼其實這個時候 我又真我又諮詢了這個 這個長青老師啊 長青醫師 那麼他的解釋呢 非常的 專業非常的權威 非常的有道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就不在這裡繼續啊 就就就講了啊 去講 這個有有這個我做了這個 呃 微信啊 微信有這個收藏了 你們可以去收藏 做了一個這個這個會主 他舉了一個例子 我覺得很有道理啊 就是轉兩頭到中間就好像 兩頭就好像是火車站 他當然他不是講的這個 我們旗子點 他講的是穴位 兩頭就穴位就好像是火車站 中間就是軌道 你不能光去扎穴位 你要這中間的軌道 你也要處理 這道理是一樣 我們不僅僅要處理 兩頭的旗子點 中間我們也要處理 對吧 那麼怎麼樣去打緊呢 怎麼去打鬆呢 他在這個 這個 這個呃 微信講呃微信 呃里面呢 音頻里面呢 說的非常的清楚 啊 會總簡單來講 我們如果我們用電震的話 那麼連續波就是褻 就是放鬆 斷續波就是補 就是能夠讓這個肌肉 恢復激張力 知道這個之後 哪些需要 褻的地方 我們就用褻法啊 就知道用連續波 或者是快速連續的刺激 打跳 多處打跳 不斷打跳 如果說我們要補的時候呢 我們的打跳呢 就不能夠那麼連續 我們就要進行斷續式的打跳啊 對吧 讓跳一會兒歇一會兒 跳一會兒歇一會兒 這樣才能夠 讓本來鬆弛的肌肉緊張 緊張的肌肉呢 我們不斷讓他跳 讓他放鬆 那這樣就 不是僅僅是個打跳 你怎麼跳的問題 對吧 好了 這個是 剛講兩頭的問題 或者肌肉的問題 那麼還有一個肌筋膜的 放鬆的問題 這是我們講的中間 這一段的問題 中間這一段呢 就是一個筋膜放鬆 大家看我這手法 我們用這個 就用這個 刮痧也好 或者是手去做也好 那麼呢 其實用扶刺去做也好 也挺好 也最好 或者扶刃去做也很好 也很不錯 那目的就是為了讓他的肌筋膜 進行放鬆 或者叫淺筋膜 進行放鬆 然後我們可以擴展一下 這就是這個 我們講的肌肉 我記得 我記得 在這個上一次 這個世中年 不是世中年 叫什麼 這個整合醫學 學 學會的這個講座裡面 我們家道大的徐林老師 就講到了一個事 他用迷你認真去處理一個 這個腿部 這個竹不能夠往上抬 往上翻 這麼一個病例 這個就挺有意思 我們看一段這個竹陽明經經 這怎麼解釋呢 他說其竹其病竹中指之 他病的中指之 或者進轉經的時候呢 腳跳肩 什麼叫腳跳肩呢 腳跳肩 這裡有個解釋給大家看一下 腳跳肩 就是講逐步僵硬不是 就是逐 講白了就是腳翻 不能上上台 他要處理哪裡呢 他告訴了我們 這是進轉經 造成的 處理的就是 止腸生肌 進轉經的位置 是不是就是止腸生肌 和進步前肌的位置 對吧 那麼腹肚轉經之後 會造成什麼樣的情況呢 會造成避前肿 也就是骨子肌的問題 或者是扇氣 因為他繞陰氣 那麼腹筋急的時候呢 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他會引起缺盆 積甲往下引起缺盆 往上引起缺盆 再往上會引起這個臉頰的問題 就足口 必急者目不合 記不記得我們開始講的那個病例 我剛剛給大家解釋那個 眼睛合不上 這個就是正好 就是扶刺針的適應症 扶刺針的定義大家記不記得 叫什麼 扶刺者 放入而扶之 以至 荊棘而寒者也 看看這裡講的是什麼 轉經荊棘 對吧 口足壁 壁就是歪斜的意思 極緊張 目不合造成眼睛 閉不上 熱則經重目不開 那麼這個時候 如果是面癱的話 他眼睛睜不開怎麼辦 眼睛睜不開 還能不能夠用 符刺 怎麼去用這個符刺 或者用電針 那麼我們做目不合的時候 我們知道它是 怎麼樣 是緊 是謝法 目不開的時候 它是個補法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有 你就不能 你就知道該怎麼去選擇 用電針治療的話 治療面癱 你就知道怎麼去選擇 這個蘇密波 還是連續波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在古人的這些 書籍 點擊裡面 將事情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只是說我們在閱讀的時候 只是說它的語境 不適合我們今天去閱讀 很多人已經讀懂了 我講肌肉你就明白 我說靜轉經 這出現問題 去處理 你不會處理 我說指長生肌和靜骨前肌去處理 處理這兒 是這裡緊張了 那你就明白了 但實際上講的就是同一個事 對不對 只是語境不同 我們接受的程度就不一樣 古人的智慧 是不容置疑的 那我現在做的工作也是 希望能用現代的語境 去給大家做一個解釋和分享 這是我們做這些事情的一個目的 那並不是我們有多麼聪明 其實我們再聪明也沒有充 沒有突破這些 你看那不都是我們前面講的東西嗎 這幾千年前已經講完了 我們現在再重新講一遍好像很新 如果我說啊我們這是一個新的政法 你也相信 對吧我們總是追求新的東西 實際上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那潘小川講 潘小川老師講的一個很有很有很有道理的 這個 中一的理論已經是中極理論 不可能再有新的理論出現 那無數代人做了無數的嘗試 都沒有突破他 你怎麼去突破呢 何必費腦筋去做那事呢 你解釋可以用現代的語境我們去解釋 像我們現在我們現在 醫學解釋這個現代的醫學解剖學 你去解釋可以沒問題 那但我們不能 啊 take the credit 是我的本事啊 我就創立一個新增法 沒有意義啊 啊這個是解選之這個解釋啊 啊腳跳尖就是為了告訴大家腳跳尖啥意思啊 可能不知道啊腳跳尖啥 其實這就是我們的高中這個這個 這個大學課本 裡面就寫得很清楚了啊 啊 主口啊 主口B什麼意思 B就是歪斜的意思啊 這裡面解釋的B就是歪斜 好了 這裡呢還想多講一個就是關於這個冰下脂肪電 就是我們前面不是講 膝蓋啊 內側 關節腔內的疼痛 不是我們致病 不是我們致陣範圍嗎 但是呢有兩個我們是可以 嘗試性的去做一做的就是這兩個 一個就是冰下脂肪電的損傷 一個就是半月板的損傷 這個是我們是可以去嘗試性的做 做一下我們也可以取得一些一些效果 尤其是冰下脂肪電的損傷 這個實際上 我們認為比手術更加有效 也更安全 冰下脂肪電損傷的一個特點是怎麼樣 就平時走路是沒有關係的 走路沒事 就上台階的時候哎呀我也不疼 或者上到某 上到某個角度 或者膝關節你活動的某個角度的時候 哎呀這個裡面疼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冰下脂肪電損傷 治療方法很簡單 通過手法去修復 這手法我在這個這個這個現場的時候 我已經演示過了 有機會的話我們可以再再再講一講 那還有一個就是王嘉宏老師 的膝關節的修復法 這個我也講過了啊 就用手法講講 簡單講就是說用手法去做 我們是可以做到的 我們也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可以解決手術 解決不了的問題 還有半一半的損傷 半一半損傷的話 我們在某一些半一半損傷 我們是可以進行處理的 那麼最佳的方法 也比手術要好 那就是這個黃炳榮 黃氏親手法的附位 這個在清場課的時候我也做了演示 大家可以去看 啊我們公公開的這個 YouTube 這個我們就講過我們就不說啊 不講了啊 這個資訊都講過了 然後最後我還想講一點什麼啊 時間有差不多了一個多兩個小時了 啊這個就是啊 我們之前講的這個John by John 這個智傑理論的發明啊 最早提出人啊 就是這這兩個人 麥克 巴克波瑞 歸克 翻譯成中文其實很有意思啊 就鬼除 我就是在那是吧 麥克博是吧 我們有個這個奇博是吧 我們這稀後司機啊 就稀後司機 那其實這個呢 也可以稍微說一下關於這個 大家不是有很多老師發現他們有找 找比目魚雞找不準 對吧 其實找比目魚雞有個很 很有 很準確的一個找法 那就是 我們當我們知道了 比目魚雞 什麼是比目魚雞 什麼是斐腸肌之後 其實你就很好找 所以說說學 再說一遍說 所以說 知道簡單的解剖知識 還是非常有幫助對我們隐藏 你說我找比目魚雞怎麼找 我找到底我這扎下去的是 比目魚雞還是斐腸肌呢 有人說你這扎的是斐腸肌 有人說我這是比目魚雞 這麼這麼真沒有意義啊 我們 有 檢驗說話 我們知道斐腸肌的旗子點在哪呢 上方旗子點 它的外側和內側都分別來自 骨骨外側科和內側科 這說明什麼問題呢 他 跨關節而過 跨過了膝關節 而比目魚雞都沒有 嗯 比目魚雞的旗子點都在 是在禁骨這一段啊 所以你當你知道 斐腸肌是跨越了膝關節 而比目魚雞沒有跨越膝關節 只是在這個禁骨這一段 附著 這個時候 你就 比如說我前面那個 嗯 視頻裡面也有展示啊 你把它驅腿 做驅腿的動作 後驅 或者叫什麼 壓腿的動作 你將你的手壓住 你懷疑是比目魚雞的地方 做驅腿動作 如果這塊肌肉你感覺到它在動 那它一定不是比目魚雞 那它可能就是肥腸肌 如果你壓住了駐冰穴這一塊 你在做驅腿的時候 驅膝的時候 它不動 那這裡就是比目魚雞 很簡單 是吧 你如果你不明白這一點 你永遠找不對 啊 直擊啊 啊這個 啊 這什麼 鵝竹劍 我們開始講了啊 這個我就不講了 啊最後這個呢 啊這個大家注意啊 要講一下這個直擊 我們之前講一個直擊 很多人直擊很重要啊 很多人也找不準 下面的這個是解剖的實圖啊 觀看的可能你會造成這個心理不適 所以請大家注意啊 啊如果說呃會不是的話呢 請你就給我看了 就聽就可以 那麼這個就是 直擊的這個解剖示意圖 啊 大體解剖 就我們就會發現 我們再看前面 我先看前面這一段啊 你看直擊 它是從這個圖上啊 解剖圖它是這麼來的啊 從這一段過來 繞的這個尾中 然後到尾河陽啊 這麼一段下來 它走的是 中間這塊是吧 尾中不在中間哦 膝蓋中間嗎 這個這個光門線 中間是吧 但實際上呢 我們從這看 它並不是那麼中間 你看這個 這一條啊 這就是直擊 它有兩個頭就過來 啊 中間是在這兒 所以說你往往 扎到中間的尾中的時候 你是刺不中直擊的 這個就更明顯 啊 這個這一段就是直擊 你看它彎腿之後 尾中 它是從這上到這兒 你扎中 扎中間 能扎到直擊嗎 扎不中啊 對不對 那麼怎麼才能扎中呢 從哪裡入手才能扎中呢 從河洋穴 從河洋穴入手 你就能扎中 我想看這個圖 可能會更加清晰一點啊 我看有一個圖 在這兒 河洋穴 你看著這個橫截面圖 你就知道 從河洋穴 競爭的話 你首先透過的是國擊 然後透過的是直擊 再往下 不對 你首先透過的是這個 匪長擊 往下就是直擊 再往下就是國擊 對吧 它正好在中間 那你怎麼知道 我要 那你說我要再反复的去打 打跳這個直擊 能不能 你當你知道了直擊的位置之後 你一針進到底 底鼓的時候 你知道你碰到的是國擊 你拔出來到一半 這個位置就是直擊的位置 你在這兒去打跳 或者是去針刺 你刺到的一定是直擊 而不是國擊或者是匪長擊 對吧 如果你要扎準的話 就是不了解 如果不了解 最基本的這個解剖的話 你根本不可能扎準 你扎不了 當然你還有一種扎法 你可以扎準 偷懶的方法就是 和揚透尾中 這是可以的 從和揚穴這麼透過去 這個時候你要斜的透刺 你是可以勉強扎準的 比如從這兒來 你從這兒透 勉強可以扎準 只是扎準上半段這個 這個也是 那最佳的方法 就是剛才我講 你從和揚入競爭 一針到底 拔出來一半 這個就是直擊的位置 肯定不會錯 好這些下面的呢 逢降機 其實我們已經講了 逢降機還有一個可以指出來 就是逢降機的緊張呢 他往往會影響 黎狀疾的緊張 我們講不是用很 很著名的一個 黎狀疾中和症 所以說你在治療黎狀疾 所謂黎狀疾中和症的時候呢 要去先治逢降機 逢降機呢 這個旗子點剛才我們講了 其實 治療黎狀疾中和症的時候 在這個黃世青收法裡面呢 他認為黎狀疾也是個受害者 你不要去治黎狀疾 黎狀疾的問題還是跟骨盆有關 所以你去治骨盆 是治卡骨 把骨盆調好了 黎狀疾他也就調好了 好 我想呢 這些就我都不講了 這個是鵝竹劍 大家可以看到鵝竹劍 什麼叫鵝竹劍 鵝竹劍就三塊基劍 三塊基劍組成 逢降基劍 骨薄基劍和半建基劍 好了今天呢 我們就花了 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 一個小時 50分鐘的時間 一個小時多吧 五十分鐘就花了十分鐘去去找賬 找一下 跟大家呢 就是說挑著把我們上一節 這個公益課沒有講的內容呢 我們重新補講一下 把一些部分呢 我們就細化了一下 希望呢 能夠給大家一些啟發 在臨床上呢 能夠給大家一些幫助 好吧 那今天呢 如果說以後大家說 我還想分享 我還想知道 因為我們主要是講那個 一個股前側痛的問題啊 還有股外側股內側 和這些啊 其實也講下去要花很長的時間 這就這可能都是一兩天的時間去 一兩天的時間 四五小時才能夠講完那個東西 那那麼大家以後如果有時間 有機會 有有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可以 考慮再再再說啊 如果沒有興趣那我就就算了啊 你就不講啊 你就 嗯 我就藏著椰子了 不是我藏著椰子啊 是是 應應大家的需要啊 沒有需要我們沒有必要去講他啊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 再繼續再探討這個問題啊 一起學習啊 共同進步 這是我們的最大的一個心願 啊 我今天呢 分享呢 我們就到這裡啊 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我們可以先 可以大家可以 呃我們花兩三分鐘的時間呢 呃五分鐘時間 兩三分鐘太短了 那我們 呃提一下 或者呢 您在群裡面去發啊 發這個提問 那我出時間的也會 肯定會回答 肯定會回答啊 只是說不一定會立刻回答 有時間的話我肯定會回复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請大家打開你的這個音頻啊 提問 我我簡單的回答一下 謝謝 謝謝大家啊 這種耐心的聽完這兩個小時 將近兩個小時的聲響 有什麼問題嗎 冰老師您好 你好你好 哎 劉老師 辛苦了辛苦了謝謝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受益挺多的 那個問題啊就是 感興趣那個神經卡亞那個 那個 您提到是那個 是宣宣老先生提到的 是 用智學前提 去教 他是怎麼個實驗 您知道這個細節嗎 不知道 我提到 你這個是李建民老師 這應該是火體上 當然是火體上 這是李建民老師 他這個我就不懂了 如果是陰體的話 肯定有麻藥 有麻藥 後他根本就沒感覺 你不知道 這個具體不知道啊 就是說他講這個例子 就是想說明一個問題 就是說神經 並不一定是造成疼痛的唯一原因 啊 就我們往往以為就是神經疼痛 造成就神經就造成疼痛 那他這個軟組織軟外的理論 就是不一定是這樣 他是軟組織造成 軟組織損傷之後 影響了這個末梢神經 然後呢造成疼痛 而不是神經本身 比如說你是作物神經 我們說作物神經疼 他不是說作物神經出了問題 他是作物神經周邊的這些 軟組織出現問題 然後影響到了他 是這個 他是的理念 這個以往的解釋 就是說 周圍組織的病變 以後造成的局部的水腫 水腫以後呢 兩種原因 一個是壓迫神經 二一個是本身也引起 神經的水腫 你可以 可以這麼解釋 就是 總之他就說 要解釋的 要說明的問題 就是不要我們 不要糾結在一個神經上面 而忽略了對軟組織的關注 這個是他 我想是他的一個 一個理念 那您剛提出來的那個 就是切拉神經那個 我在考慮 如果是局部卡壓了 比如說在這個 腹膏硬帶和這個風降機 兩個卡住神經以後 他就 這神經就是你下肢的運動 他反而要切拉不到這個 腹膏以上神經了 因為他卡壓住了 他怎麼會 切壓到幾柱的這個神經根呢 就是我在考慮問題物理上 機械上 就是機械上來說 你卡壓他之後 他不是沒有這個伸縮性的嗎 如果他在做一些動作的時候 他不是把它 進行有一個拖拽的 一個效果的 在這裡面 就像那個直覺拳 你把它定住了一樣 因為我們這個 所有的肌肉組織之間 他不是一個固定的 他都是在不斷的活動 不斷的在游離 或者是游離狀態 就由這個肩膜 進行一個 或者是體液 進行一個游離狀態 他不是固定在那 因為他固定的話 那這個肢體就沒法動了 但是神經也是一樣 他是附著在肌肉 或者是這些組織上 如果你把它固定住之後 他就不就活動不了了嗎 對吧 還是那個理論 他神經根的本 那是神經的本身 神經支 分支的本身 他是不容易出現病變 或者是不容易造成這個疼痛 他是到神經根之後 或者是往往是通到這個 脊柱這一塊 拖到他這個神經根之後 才傳遞信息到了大腦 當然這個這個要跟 要去找神經科專家 去去討論 這個不是不是我們討論的問題 不是我們討論 我也回答不了這些問題 關於神經根的問題 好的 這個不是我回答 不是不是我回答的問題 我不想誤導你 這個 造成誤導 謝謝 就長期去回答 好的 謝謝謝謝 那不客氣不客氣 今天沒來 再回答 沒人回答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希望 沒有 沒有是吧 好 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麼我們今天呢 我們就 這個 這個分享 請問君雯老師 那個 骨外側 骨外側皮神經炎 是 是鬆解那個 逢降機和骨直肌嗎 你 對 大家對這個 這個骨外側神經炎 很有很有很有興趣 確實他造成問題很多 你首先你要從這個逢降機 這個旗直點這一塊 就是卡前上 你卡前下這一塊 你要去中間 你手機要去促整 你摸 你是可以摸到 他是否有誰種人 不管他多胖多瘦 因為這個卡骨這 不管你多胖多瘦的人 他都能夠摸得到 很奇怪 那麼呢 你摸到之後 他手下會有一個 叫做 水囊囊的 這麼一個感覺 很難給你解釋 你摸上之後 有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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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利的感覺 那麼這個時候 就是出現了水腫 這個時候呢 你就需要手法去 進行 鬆開 手法是最安全的 因為這裡有骨神經 和這個 一些動脈静脈 不是骨神經 一些動脈静脈 從這裡經過 所以說呢 不是那麼 用針刺的話呢 不是很安全 骨神經這一塊 還有還有還有一些 一些動脈 静脈 一些静脈 在這裡經過 所以說呢 你用針刺 不小心刺中了骨度脈 這個就很難說了 就會出現 所以說我不贊成 你像有些針刺法 不是在骨 這個這個 骨氧基這塊 用針嗎 所以說我 我不用針 我不在這裡用針 真的要用針的話呢 我們用什麼用 用浮刺針 剛才你講 我們用浮刺針 從浅表 浅筋膜去鬆開 這是可以的 因為你浮刺針 不到皮下 是刺不到任何的血管 和這個這個這個神經的 所以你從浅表 將肌肉鬆弛開之後 會對他這裡的卡壓 進行一定的鬆解作用 是需要這麼去做 還有一個還有一個點 這是其中的一個點 還有一個點 不要忘了 你一定要到尾椎尾部 L2 腰椎1213 這裡去做一個檢查 看看是不是那裡進行了 水腫 或者是病變 如果是的話 你也要去進行鬆開 就是說你大腿麻的時候 你不僅僅是鬆開 處理這個 逢降機這一塊 或者是卡前上機 卡前下機這一塊 因為今天我們是講這個 所以我主動講這個 其實你還是 你還需要到他的 這個神經根人這塊 就是脊柱 1213這塊去檢查 這樣才能夠更完整的 解決這個麻刺痛 或者是這種感覺 是這樣的 這樣我不知道說明白沒有 說明白 謝謝 要找兩個地方 有兩個病人 都是 都是那骨外側神經 皮炎 麻木感 對 多熱感 就沒辦法 對 對很多 我們是遇到不少 不是很多也不遇到不少 我相信很多也有 都沒辦法 很難很難處理 很難處理 那麼還有一個方法 不客氣 還有一個方法處理 就是 這個皇室親手法裡面的 他們就是去調整骨盆 啊 調整這個腰 調整骨盆之後 實際上他的作用就是 緩解 1213的卡牙 這樣的話呢 也解決 什麼叫峰式這一塊的這個 峰式穴這一塊的麻木 麻木病變 那也是非常的有效 啊 所以在這一塊的 呃出現的病變 你要找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 卡前上下級 卡前下級 和這個腰 1213 這個是 當然你可以用 他不是在峰式 他是在閉關那個附近 閉關是吧 是一樣 因為他有一條是往這邊走一條 然後一條往前面走 他這個神經 他是幾個分支 啊 我是說 我是說這個 皇室親手法裡面 他講 就是在峰式穴附近 這裡麻木 麻桿這一塊 他指的是一個區域 不是指的一個穴內啊 這一區域 那你可以像剛才 你看這個皮神經走走行的位置 他到了膝蓋的位置 都都都可以啊 就是整個外 呃 大腿的外側啊 什麼啊 或者灼傷 剛講灼傷或者死痛啊 都都可能 如果是 骨外側皮神經造成的卡牙 或者骨外側造成的病變 造成的症状的話 你要處理這兩個地方 好 這是我的建議 好 謝謝冰峰老師 不客氣不客氣不客氣 我們就不要說是 呃套路很好啊 有些很多一些套路啊 這個呢套路是很很好 但是呢 有時候你 呃要知道原因 為什麼他會是這樣啊 這樣的話 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能夠 更有效的去找到 真相 找到問題的觀念在哪裡 而不僅僅是今天我治療 就有問題就可以 明天我也不行了啊 就不知道什麼原因啊 好的還有哪位老師有什麼問題 如果 嗯 老師 您好 嗯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大腿那個外側 呃 就是在風 他其實呢 是在環條下面 然後到他的膝蓋 呃 膝蓋 上面 這一段 他就是那種硕 那種 burning的那種疼 嗯 這個我給他扎了風式 然後在他那個就是呃 起始那個地方給他扎了針 嗯 他是什麼當時下了針以後 馬上他就緩解扎了起來 嗯 但是他大概過不了 他出去稍微走一走 就就又重了 就不行了 對 這個 對這個就可能是 如果是皮神經砍掉的話呢 古外側皮神經砍掉的話呢 這有可能就是你 你處理的方式對的啊 就是方式沒問題 但是呢可能沒有找到原發的地方 還有地方沒有處理到啊 比如說剛剛講的這個 你要去找一找這個卡前上級 卡前下級這一塊 往前面去找一找 不要再不僅在環跳著找啊 往前面去找一找 看是不是呃 有問題 他是不是有這個 你去手觸整一下 看是不是他較疼 或者是有沒有壓痛 他如果很疼 那這個時候你要去處理 或者是用針刺的方式去處理也行啊 潛刺啊 或者是扶刺的方式去處理 或者手法去處理最安全 也可以 你就把它推開或者是按摩也好 你就把它推一下 把它劃開之後 當一次兩次手法 可能一次兩次不行 要多幾次啊 啊 看看能不能夠有 還有一個這樣剛剛講的 剛剛講完就是在這個 腰腰部啊 1213這一塊 當你不要局限在1213 在腰部腰椎這一塊去找 是不是有壓痛啊 進行針刺也好啊 其他方法也好 去鬆開 這樣你去試試看 是不是能夠效果會持久一些 好 好 謝謝老師 謝謝你 不客氣不客氣 還有哪位 老師有問題 病醫生好 我是楊大夫 你好 想問你一下那個 我有個病人 器官節手術以後哈 就是彎曲彎不了 就直著 另外還疼 你想也是疼哈 他就說周圍還麻有疼 反正pins like me的 我就這樣說 他是做過手術的是吧 對 器官節就算手術後 這個手術 這個手術之後就比較難搞了 不過呢 我給你一個思路 你去檢查一下 兩個地方你要去查找 第一個 剛講就是 他只要有膝蓋 有出現問題的話 一定骨質肌 肯定是第一個 你必須去找的 就是在骨質肌這一塊 你要去找是不是有壓痛 這個是很重要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 你要在他的後面去找 國肌是不是有問題 因為國肌 他叫做這個膝關節的鑰匙 他這裡卡出現問題之後 那就是我這個 剛之前放那個病例的 錄像那個地方 他也就是國肌 這裡出問題 國肌那裡是不是有問題 有壓痛 就是合羊血症 是不是有壓痛 因為這裡出現問題的時候 他會將這個整個的膝關節鎖住 你就動不了 他為什麼叫做膝關節的鑰匙 他就把你膝關節鎖住 對 這個病例很典型的病 就是說 陳起的時候 有些病人說 我就是早上起的時候 我這個腳膝關節就彎不了 等我活動活動 我就彎開了 這種病例我們見了很多 就是我陳起的時候 我不行 我腳膝關節不行 很疼 疼一會兒就行了 這個就是國肌 有很大的原因 因為他就把你這個膝關節給鎖住了 他就會出現疼痛 其他症狀我們不考慮 不管他 就是他那些麻痛 痛他是肯定是症狀是多 是是是 各種多樣的 你要看他的 我們講就是一個檢測啊 你要去促整他 要去看他的活動 比如說是不是蹲 剛才講如果是蹲下去 出現了疼痛 或者是站起來出現疼痛 他都是不大一樣啊 你說站起來站不起來 那肯定是這個 這個骨子肌他沒有力量 他是 就是說萎縮或怎麼樣 如果是蹲不下去 那這骨子肌太緊張了 他就下不去 這個他們講 你用卸法是補法的問題了 骨子肌太緊張 你把它鬆開 用電針把它卸開 如果是骨子肌他就無力站不起來 那個時候你就要把他這個肌肉 還有一些康復性的運動 對了 這個我沒有講 那現場科我講了 我強調了這個事情 康復運動是非常重要 對於這個膝關節也好 大腿出現疾病也好 你一定要注意育後的康復 就是你要教他做一些動作 加強 當你發現是骨子肌的問題之後呢 你讓他去加強骨子肌的訓練 如果說你發現他是骨子肌 後面怎麼樣出現問題 要他加強這方面的運動訓練 這樣的話才是保證這個療效長久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的原因 不僅僅是靠我們去扎他 還要告訴他如何去做這個運動 其實我們也想 本來我也想做簡單介紹一下 這些我們涉及到肌肉的一些 康復性的運動 其實都很簡單 就幾分鐘的事 我們一般就說你做母下 做三組 一天做兩次 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就完了 這效果非常的好 我有個膝關節的問題的一個病人 他就是這樣 然後他做就做 我就整天就做 你教我的 因為西人嘛他有一個特點 你教他 他要是相信你聽你的話的話 你做啥他都完全就照做 那麼他做完之後他就受益 膝關節 他就他就不會 他就不用經常來找我 對 還有一個就是病人 他當時沒換膝關節 他就因為關節而言 擋著這腿就伸不直了 站起來就跟一邊高一邊低 這腿是彎的 也是膝關節 這跟這一樣嗎 你說 他是 我問一個簡單的 那我們也看到人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他是膝關節前側 如果痛的話 剛才還是那個分型 前側還是後側還是左側還是 是內側還是外側 內側疼 但他已經是彎成70度了 現在就伸不直了 沒關系 他如果是主要主數是在內側的話 你要從內側去找找 為什麼 你要看他的蛾足腱 因為蛾足腱 這裡受損傷 他也會把這個膝關節給他扣住 你發現 蛾足腱這不是有幾條三條 這麼一把卡住 還有一個半膜肌 在下面實際上蛾足腱 這裡有四條肌肉在這 也可以把它卡住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去找 一個是蛾足腱 第二個就是蛾足腱相關肌肉的上方指點 你也要去處理 比如說臀部你要不要查過 就是臀這個 臣服這一塊 就像我那個也是要去擦 他是不是有壓痛 如果有的話 他在這個起點出現的問題的話 他的膝關節也是伸不直的 他不一定有症狀出現 但是你在促整的時候 你能夠發現 他不一定有症狀出現 你去找要找他 所以說這個呢 你要去處理一下 你找完 對 你找完這些相關肌肉 你可以去試一下 不行的話呢 你可以再群 你再按摩這方式去說 去做了之後 還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繼續再群你去反應 然後我們再找辦法 跟你應對 好嗎 太開心 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我這氣關節特別多 我最近來個小孩啊 七歲 但是他是早產兒 完之後 現在走路就走不了 這倆腿一走路 是膝蓋是弓著 好像叫剪刀布 是賣拍 啊 你說這 就那種那種形態 特別難受看著 他媽媽就問我說 有沒有可能 他現在還在外頭 做各種腮弱皮 他就說你給我扎針 能不能讓我們孩子 這個腿伸直了他 我也是挺愁的 這個就有 有點挑戰性了啊 就是 就早產兒倒置了 我估計是不跟腦 比腦塌還行 他說話 手都能動 就這個膝蓋和腿 你說你就說到這個問題 對 這個是連帶 這是連帶問題 他習慣幾個問題 小孩他不存在什麼肌肉強 就是弱這個問題 他也有當然先天性的 他不這個這個 肌肉萎縮怎麼都可能出現 但我們排除 我們先排除他 因爲什麼呢 他走路 你剛才走路 他就 你看這個圖就反映出了這個 肌肉之間的一個連動性 所以你還要去檢查哪裡呢 你要檢查他的頸椎的問題 是不是有 啊 你看你不能僅僅是圍繞他的 腳上去去去去處理 走路走不好 他有可能是頸頸椎或者是脊椎 你看他是從上面一路下來 他都是有關聯的 他有一個力量的傳導 是這麼傳導的 所以說你要一路往上去找 前面那個不是中間有病找兩頭嗎 也是這個概念也是同樣 他這裡西關節有病 你往他的這個髖關節去找 髖關節找完之後 還要往他的這個胸椎和頸椎 往上去去去去查看 是不是造成有什麼病變 或者是是不是有這個陽性反應 如果是有的話 有緊張你一定會找到的 比如說你在這個 肅脊肌這一塊或怎麼樣啊 這個我們沒有講 我們今天主要是講這個習慣 其實控制人體平衡的 我剛講是穩定肌嘛 穩定肌不僅僅是膝關節 還有一個這個腰椎 還有像這個頸椎這一塊 還有像其他的啊 就像這個走步 那都是穩定關節 而且藍色部分全部都是穩定 包括肩胛骨這一塊啊 是穩定關節 這些出了問題的話呢 他都會造成人體失衡和走路走不穩 所以說你要你要去不能夠 我想說就是不能僅僅局限在他的腿部 還是要往上去查 對對對對 我也沒有沒想好 我就光置了腿 但是我看兩次效果不特別好 我在還想是跟什麼有關係 再往上找 對往上找 尤其是在頸椎這一塊往上找啊 對 你也去找找看看 往往就會造成這種失衡 嗯好吧 對對太感謝太感謝 不客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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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口了冰醫生 冰醫生 冰老師我還有一個問題 你還有問題好 來 就是我那個病人呢 他上樓梯沒問題 就是下樓梯呢 手不舒服 他是通過卡車的 嗯 上樓梯沒關係 下樓梯的就不行是吧 對對對 這個時候呢 好那你就 上樓梯如果 我會跟你講一個 上樓梯 如果不行的話 是什麼原因引起的呢 多數都是因為 骨直肌這一塊 骨似頭肌造成的 他沒有力量 那麼下樓梯的時候疼呢 他會是一多數都是小腿造成的 哦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要去找他的小腿 有可能是 那個 進骨前肌 進骨後肌 或者是匪腸肌 或者是這個 呃 比目渝肌 通常都可能是 像所謂的進骨後肌這一塊 尾中 不是這個 不是尾中 嗯 往下是哪呢 陳山這一塊 你要去找一下 對對對 是不是有陽性反應 啊 陳山如果有的話呢 你要處理 處理 是不是緊張 要伸壓 是不是緊張 有緊張的話呢 要跟著處理 有可能是 這個 匪腸肌 不要忘了 匪腸肌和 顶目渝肌 它在下方 它是在我們的足根這裡 匯足 匯集的 它是連著足根的 變成了 它從到足根這變成了一個基件 很薄的一個基件 所以說 下樓騰的情況下 有可能 這個 這兩個是 啊 有關聯的 所以你要去查 他小腿 哦 他他他還有一點就是說 呃 開車的時候開個半個小時 他要起來的時候 得把大腿給拉起來 才能站起來 這個 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要考慮 因為他久坐嘛 司機嘛 司機多數情況下 他跟這個腰椎都有關係 他不一定有腰疼的病啊 不一定有腰疼病 腰不痛 腰不痛是吧 他不一定有 我也見過啊 就是他不一定有腰疼的病 但是呢 他腰部多少會參與啊 這個問題 這就是我們我之前 為什麼要分享這個 呃 呃 呃 腰疼 致致致致腿 致腰的這麼一個 這麼一個 圖啊 因為他的 腿部的這些 神經根啊 他都是跟腰部有連著的 啊 他出現了問題之後 你這樣的司機他出現問題 他多少可能會就是肯定 會對這個 臀部啊 這些 這個 腰部的神經根 進行擠壓 那麼就會影響他的腿 動不了 或者是不方便 啊 所以說你這個時候呢 我建議啊 我建議你要去查一查他的他的 啊 這個就是這個圖吧 要查一查這個圖是非常重要 因為他告訴你 你去查哪啊 到底是啊 西前面或者是西內側 他就去查他腰段 如果是西西盖後面很外側的 你去查他的底骨段 但不管怎麼樣 你要他他的腰底這一段 你要去查一下看是不是有陽性反應 是不是有水腫 是不是有病變 如果有的話去處理一下 不能僅僅 在這個腿上去去去做工作 你腿上我相信你已經做了很多工作 不行的時候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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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腰上去想一下 去找一找 好 好吧 去找試試看 試試看 那回來跟我們反饋一下 好 有問題在群里再提就可以了 沒問題 我們都會回答 好 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沒有 呃 斌老師我有一個問題 呃 我有一個小孩是十歲 呃 有一個小孩他是十歲 他之前呢 呃 好像是 可能是鼓鼓那邊 可能有拉伤 拉伤之後 然後就是也沒太治療 有了 現在來說應該是有一年半了吧 嗯 然後呢 後來他就開始出現呃 就是 髋關節那塊也疼 然後他自己的主速最主要就是這個 吸關節 他只要是一彎 他就會響 然後最開始是吸關節響 現在呢 就是全身各個關節 包括這個手啊 肘啊 就是 這好像脖子我有點忘了 脖子是不是有有那種click 就是最主要就是吸關節 但是現在全身各個地方都有那個click 但是他疼是主要反映在哪兒呢 疼 他疼最開始的時候是在髋關節這兒 我當時我給他處理了 對我當時我給他處理了這個 呃 TFL 然後好像還有大腿前面的 呃 我有點具體的有點不是特別記入了 對 就是肯定是髋關節都要處理了 呃那個那個那個TFL處理了 然後大腿厚次的肌肉 我也簡單的處理了一下 呃 他能好了一半 但是 嗯 就是髋關節不疼了 但是click呢他自己說好了一半 但是還有 嗯 嗯 我想還有什麼那個字 對 你處理方向是非常正確的 首先要處理這個科技摩張肌症啊 或者是這個卡金樹這一塊 因為他是造成彈響的很重要的原因 一個就是呃 寬骨這裡的彈響 一個是膝蓋這裡的彈響 他出現之後呢 他都會 就病變之後出現 還有一個 你忘了啊 不是說你忘了啊 就是說呢 呃 古二頭肌你有沒有嘗試去處理一下 嗯 這實際上他是 古二頭肌這一塊啊 就是說在卡 卡金樹 這個 後面 他還隱藏著一個那這 對吧 古二頭肌這 這一塊 就是在卡金樹的 後半段 靠近大腿後側這一塊 你有沒有去啊 嘗試去摸一下 和這個呃 坐骨結節這一塊啊 有沒有去查他的棋子點 是有 有沒有這樣 有沒有這個陽性反應 或者是有沒有這個 病變出現 如果有的話呢 也要去進行處理 或者是叫做陰門穴對吧 這一塊 嗯 這塊是不是有 那麼至於說到他全身性的 因為他有一年多 是吧兩年了 那麼這個肯定是有出現的 呃疼痛 出現的帶長 是很正常 其他的關節進行帶長 那麼 就做成連鎖反應 還是這張圖 就是會叫做連鎖反應 連鎖反應 其他的呃 這個關節就會參與 就會發生病變 這個是這個是 呃是有的 這個比較難難治的 說實話 比較難治的 是小孩多大年紀 呃他10歲 10歲是吧 10歲是吧 他呢 那個他 嗯 你說你說 你說 10歲怎麼樣 啊 我的意思就是 他之前找那個肥子友去治了 然後 就是找了兩個肥子友嘛 最會兒就是疼痛也有所緩解 但是 呃還有 然後那個肥子友跟他說呢 就是你如果要是疼痛 然後一天不超過兩次 一次不超過四分鐘 所以就不用管他 然後他的媽媽覺得這個 就這麼點小孩不應該疼嘛 然後這個他最開始的時候來找 就是想要解決click的問題 其實啊 我我我講一下我的看法 關於這個 如果不是疼痛的話 如果找找我來說啊 如果他是因為click來找我的話呢 我多數我是建議他不要做治療的 啊 除非 就剛剛講的 對 除非影響到他的活動 因為這個東西很難很難處理click 東西很難 因為他涉及到一個正骨 一個骨位的問題 就這不是我們的一個 因為在英國正骨是不合法的啊 不是不合法 就是我們不能做 我們除非是正骨師 所以一碰到骨骼的問題 我們一般 我都不不處理啊 規避這個風險啊 他如果說出現 關節出現問題的話呢 你很難進行調整 你必須得出去處理這個關節 那剛才你講的 都倒數全身都出現的click 因為他小小的年紀 他不存在 因為還有如果年紀大的話 他可能存在肌肉的失衡 肌肉這個失衡會造成這個 出現彈響 剛講這個搶精術這一塊 那麼小孩的話 他不存在肌肉失衡的問題 10歲他哪有什麼肌肉失衡問題呢 他有他也沒那麼嚴重 不會造成彈響 對吧 那多數還是因為骨骼所造成的 或者是關節所造成的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認為呢 就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讓他去另請高雲 找骨科 或者是其他的醫師 去看 那不是說靠針灸 去處理針灸還是比較困難的 那對於這類的疾病 那這是我的看法啊 不是說我們剛才講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我們不想治他 因為不是我們的範圍 我們搞不了 在英國的話 骨科的問題我們搞不了 關節的問題我們都搞不了 都不敢搞 只能搞搞新手法 是吧 那麼 其實大的話 如萬一出現了問題 他往往他就會想到是 是不是你搞的 然後我們這以前都有啊 比如說扎完之後 他說啊是不是我扎 扎完針之後 是造成了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就沒有必要 攤上這種事情 對不對 那這是我的看法 還想的話 我我不建議啊 我不建議你去去去去動動彈 疼痛可以啊 疼痛我們可以去治治療 他肌肉疼痛 或者怎麼樣疼痛 你可以用呃 比如說有個呃 像這種小孩 他如果是肌肉 不是肌肉所造成的話呢 那麼你要去查一下 首先如果是我的話啊 那我肯定要開 把他的五元六七開出來 我看看他的先天 有沒有先天呃 從運氣角度分歧 是不是有找到這個問題的出處 第二個 那我可能會要通過這個呃 懂事齊穴啊 比如說忘憂真 不是普通的懂事齊穴啊 就是這個需要針法 這個忘憂真 和開心針 這類針法 調神 調氣的針法 去處理啊 不用扎針嘛 就磁鐵也可以 讓小孩呢 去去進行這樣的一個條例啊 看看是不是要幫助 他有時候 可能是 可能會有幫助 可能是情治或其他能造成的啊 這都有可能 要首先 這個是我們可以處理的 啊 骨骼問題 我是不能 我是不會去處理 啊 好 希望真的有幫助 希望真的有幫助啊 這個建議啊 啊 非常有幫助 謝謝斌老師 不客氣不客氣不客氣 呃好 呃還有兩位沒有意見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 我們還有啊 不然走了是吧 哈哈哈 來再來一個 最後一個來 啊 斌老師 你說啊 你說 那個那個病人 他那個直追直追側彎那個 可不可以指導一下 哦哦哦哦 就是你說那個哦 我他人都忘了呢 你說這個 這個 我還呃我還答應呢 我還我還真的幫他忘了 你不好 你不提我 就忘了哦對了 您剛提出提出提出提了這個 這個這個呃 在群裡面啊 就是我看一下我找一下啊 就是 呃梁梁醫師是吧 嗯 嗯 梁 那好 嗯 對對對 我我我分享我分享一下屏幕啊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啊 就是這個 這一個啊 呃 是這個是吧 對 這個是吧 這個這個這個實際上 你說他沒有就是 你看到這他明他這幾度就已經慢了啊 那這就是慢了這個他幾度不是不正的 他是往這邊你看這邊是這邊是不正的啊 他這個呢 他你說他是又 臀部疼痛啊 有時直打足面啊 不能夠做啊 九月開始嚴重啊 他直打 就說 啊 這個又我們又回到什麼呢 我們又回到了 這個圖 就我反复的講這個圖 不知道你們重視沒有啊 我這麼講你們還不重視呢 我也沒辦法了啊 啊這就是才是這個圖啊 還這個圖 我放大一點 看不看得到啊 你說他 他 足部啊 他是說臀部疼痛啊 達到足面 那麼這個時候你就會想到什麼樣呢 我們先不管他是不是因為 這個 身體的脊柱側歪也好 或者是身體不平衡造成了這個神經的卡壓也好 啊我們先不細究這個視線 我們先就起就憑他這個症狀 我們首先會想到怎麼樣呢 我們會想到啊 臀部嘛 那麼我們會想到 竹面是哪些 有哪些肌肉走過呢 是吧竹面的話 脂肠生肌是不是 是吧 脂肠生肌那麼好 我們看脂肠生肌還有一個近乎前肌 也從這裡繞了一下 是吧 我們就看脂肠生肌 啊 脂肠生肌在哪呢 啊脂肠生肌在這 你看 脂肠生肌 他會影響到哪一些 他的神經根在哪呢 在一二一三和底一的位置 啊 一四一五 一四一五和底一的位置 是吧 這個時候 他又有臀部的疼痛 這個時候你是不是要去查看一下 他一四一五和底一的位置 是不是有 那我做我來說 我肯定我首先一個事情 剛才 提到這個症狀之後 我首先一個事情 肯定會去查他的一四一五和底一 這一塊 是不是有 病變 水腫也好 卡牙也好 如果有的話 啊 我要去 處理 就是這個地方啊 對 這一塊 你要去 你要去處理 他不僅 他說又疼 就是疼 這是他的症狀而已 那麼呢 這一塊說不定 如果你能找到 有陽性反應的話 先把這裡處理完 然後 看看是不是要緩解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的問題 它是 會導致 進骨前肌 啊 脂肠生肌 脂肠生肌在哪呢 我這裡又有個圖給大家看一下啊 啊 你有解剖圖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脂肠生肌 它就是 看看啊 聽一下 把這個 這個 這個調出來 這調出來 給你講一下 這 就腳騰會有哪些基礎進行參與 就是想講這個事 我們先不管他上一段啊 因為神經他就沒沒標 你看這一塊 他往哪邊呢 他就是連這一塊的 對不對 對 影響到腳部的疼痛的 他一定是這 那麼 我剛講進骨前肌會不會 他也會 他不僅僅是影響到這 他轉了一下 轉到了腳底去了 轉到軟骨穴這一塊 啊 所以說這兩段 你一定是要去檢查的 他有可能會造成 啊 足底足部的疼痛 足部疼痛 他又跟腰部有關係 你看一個足疼 又有腰疼 我肯定要往這腰部的神經根去去查原因 是不是 那不正好就是在這 我剛才講了 直上直上神經 就是1415和第一 那麼進骨前肌呢 啊 啊這都有啊 他有 進骨前肌 啊 對啊就是1415啊 這個地方你一定要去查啊 對啊你查完之後 去做處理之後 看到行不行 當然有人說啊 你可以打壓臀中肌啊 這個那個啊 當然也是有 你如果行的話 能夠如果是有幫助的話呢 那當然好 當我我會第一時間會去往這兒 然後我在在局部看 是不是有局部的肌肉組織出現了問題 但現在我看不出來啊 沒有水腫 你看這看出 從圖片上看他並沒有出現啊 比這呃 右側並沒有比左側要大 反而是左側要鼓一些 右側反而扁一扁 他不會好像水腫的可能性比較小 看到沒有 如果是從這個呃呃呃 這個軟組織呃 黃石手法角度來看 如果是他出現病變的話 他一定會比高出來 比右側要高出來 不是啊 所以我們懷疑他可能不是在這兒 當你說骨盆有便宜 他可能會有 因為他自己就發現便宜 那麼在處理所有 我講的就是說 在處理所有這些之前 第一件事我們去找 然後再去找其他 這有個步驟問題 而不是兼去處理他的骨盆 那骨盆也很難動 因為我們我剛講 我們不是鎮骨師 我們不能鎮 我們很要小心 去做這個事 我們從這些 呃我們能做的事情 處理完了之後 如果我們懷疑是骨盆啊 你能如果你有本事 可以把他骨盆鎮過來 那你去做 如果做不了 那就另請 讓他另請高明 去幫他解決問題 對不對 啊 是這個樣子 你先去處理一下 看什麼情況 然後我們回來反饋 我們再想其的方法 當然了你在處理這個時候 同時也要不要忘了啊 把這個腳步 這些地方你也要找一下 對吧 進骨前肌和這個呃 呃 脂肠身肌這一塊 你也要去查一下 有沒有陽性反應 對吧 因為他跟腰部也是相連的 有我做了 我做了 我做了 對啊是吧 對吧 那就對了做得很好 就要要要要查一下 看是不是有陽性反應 尤其是在這個旗子點這一塊 啊 這塊還有腳面這一些 啊 擊中你要去處 腳面這個也要處理一下 腳面這裡也要處理一下 還有這個進步這一塊 就楊林泉這一塊 啊 上上楊林泉這一塊 要去處理一下 楊林泉的上方 不是楊林泉的 楊林泉上方這一塊 來去處理一下 還有這一段 這一段 你要去找 一節一節去找 就手手處整去找 他有時候會很細 他不一定是整條肌肉 都討論某點的 你處理 啊 這是一個事 這是一個治療思路啊 你去按這個思路去試一試 因為他 他是 也註射了內固醇上週二 但他說 註射了以後 沒有效果 還是成功 對 內固醇 這註射一般 我覺得 你註射的不對的地方 不對的話 也是沒有效果的 比如說你這13 你註射到腿部 或者是臀部 那肯定是沒有效果的 對不對 你就說你在13141415這打一針看看 那可能有沒有幫助 這可能會有幫助 他就是 他就是 1415 也是1415是吧 打過了是吧 對 注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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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是對的啊 我可以說他注射的方向是對的 但他不一定 啊 處理 沒不一定把這問題給解決了 剛講了 到底是神經造成了疼痛呢 還是神經周圍的軟組織造成疼痛呢 啊 這個是很有很有這個爭議性的一個問題 那從軟組織的角度 軟外的角度來講 軟組織造成了疼痛 軟組織病變 對末梢神經造成了疼痛呢 那機率要更大 比神經本身造成疼痛的機率要更大一點 所以說他雖然打了 那沒有效 那可能是 更加可能證明他就是他附近的軟組織 病變造成了 這一塊很空 你看這一塊就塌下塌陷了 明顯是有問題 你也可以去試一下手促整一下 看能不能夠找到 這個這個時候不一定要陽性反應 因為他打過了一個人 他可能就就麻木了 你你的手下來看看是不是有水腫 或者是跟周圍肌肉不一樣節節啊 或者是調鎖啊 這都有可能存在 都可能出現 有節節 有節節 有節節是吧 那就現在要把 要鬆開 迷你認真 我們周末就要講了這個 黃國際老師迷你認真 給你鬆一下 或者是你用這個 扶刺針 皮下刺 把它鬆開 挑開 這也是可以的 有節節的話 你一定要鬆開 鬆不開的話 他對軟組織 這個最短的軟組織緊張 你不得到緩解的話 他還是會 進行傳導到小腿 或者主步 嗯 他的感覺就是 李壯基附近就很疼 啊 他晚上就 對 也疼醒他 就他疼醒 這個你就要去找 這個你就是從這個開始找 然後一路找過來 李壯基 李壯基剛講了李壯基可能 從黃氏手法 這個這個 他就是 呃 卡虎和 這個 呃 這什麼 尾追和卡虎 卡虎這一段 補盆和卡虎這造成的 造成的問題 是造成黎壯基 綜合症 沒有黎壯基綜合症 他們認為是1415的問題 這個很非常符合你這個啊 那不是沒有黎壯基 黎壯基就是受害者 他不是病發的 呃呃 呃元凶 哦好好試一下啊好吧 試一下從這去試 然後請回來告訴我們 好也不也不不早 不早了 快天亮了 那是謝謝大家 那我們有什麼問題 我們在群里再提吧 好啊 好 那就今天的講座 好好好 我們就到此結束 謝謝劉老師啊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 我們祝大家晚安 謝謝劉老師 不客氣 謝謝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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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講的太好了 哈哈哈哈